第一章 二选一 被抛下 年 东 祖国西北地区迎来了第一场雪 银庄素果 目之所及 白茫茫的一片 萧清如是文工团的舞蹈演员 难得在家休息一天 却突发了急症 症状来得又快又急 下腹疼痛 腿脚无力 发热的同时还伴随着恶心呕吐 萧清如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得赶紧去医院 可家里没人 他连下楼都是问题 无力的蜷缩在床上 因为疼痛 嘴里有破碎的闷横声 倾泻而出 江川来萧家送饺子 大门敞开 家里却是静悄悄的 心里纳闷 难道人都出去了 不应该啊 那丫头难得休息 肯定窝在家里听收音机呢 清如 你在吗 萧清如嘀嘀地应了一声 我在 声音不对劲 江川把手里的铝皮饭盒 往桌上一放 三步并坐两步上了楼 顾不得那么多 直接推开萧清如的房门 见他无力的蜷缩在床上 一副痛苦至极的模样 丹西跪在床边 紧张地探了探萧清如的额头 摸到了一手的汗 清如 你怎么了 肚子疼 短短三个字 费了好大的力 女孩子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 江川以为他是来月室了 心里疑惑 这种情况以前没发生过 这次是怎么了 表情瞬间变得凝重 坚持住 我送你去医院 萧清如面色苍白 额头上浸出细密的汗珠 这时候除了点头 再也说不出话 拿起一旁的军大衣 穿在萧清如的身上 再给他裹上围巾 戴上帽子 家属院离军区医院不远 江川背起他 就往外跑 下过雪的路面不好走 江川一边想跑快一些 一边还得留意着背上的人 不能让他摔了 清如从小就没吃过苦 要是摔疼了 说不定会掉筋痘痘 而且 他也舍不得让他疼 靠着男人宽阔的背 冷冽的风刮在脸上 带着刺痛感 萧清如的心里 却是火热的 有江川陪在他身边 好像身体也没那么难受了 双臂圈紧男人的脖子 无力地趴在他的背上 江川 谢谢你 软软的语调里 满是依赖 男人勾了勾唇 你是我对象 跟我用得着这么客气 萧清如无声地咧了咧嘴 只说这么一次 报警我 把人往上颠了颠 加快了步伐 不远处的家属楼下 王嫂子在焦急的踱步 看到他们的时候 眼睛蹭得亮了起来 小跑着来到他们跟前 江同志 晚秋要生了 这会儿 大家伙都在上班 我找不到人帮忙 你快送他去医院 要是去晚了 出了问题就不好了 杜晚秋是江川好兄弟的遗伤 肚子里还有一父子 平日里 只要有帮得上忙的地方 江川都是能帮则帮 送钱 送票 送吃的 有时候还去家里帮忙干活 因为这事 萧清如还和江川闹过几次矛盾 他觉得 江川应该和杜晚秋保持距离 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由他出面 死心里 他不想自己的未婚夫 和别的女人接触太多 可江川认为 那是好兄弟的遗伤 怀着孩子做什么都不方便 他不过是顺手帮一把而已 没必要大惊小怪 哪怕家属院里有人说闲话 江川也坚持身正 不怕影子歪 只要他问心无愧就好 萧清如和江川是青梅竹马 从小一起 在家属院长大 虽然在这件事上有分歧 但最终萧清如还是妥协了 他舍不得和江川分开 舍不得青梅竹马的情谊 也舍不得情斗出开的爱言 这会儿 听到王嫂子的呼喊声 萧清如的心猛的一体 江川会怎么选择 会不会这一次他又要被扔下了 扯了扯嘴角 王嫂子 我们还有事 您找别人帮忙吧 家属院里的嫂子们都很热情 肯定愿意大把手 这 王嫂子迟一片刻 女人的力气没男人的大 抱不动孕妇的 要是把人弄伤了 这个责任我们担不起啊 可能是生病的人都脆弱 这会儿萧清如想任性一次 如果真出了问题 江川也担不起啊 不然您去请医生吧 萧同志 我也是没办法 才开口让江同志帮忙 晚秋的男人 没了 一个人孤零零的可怜的很 咱们就当做好设行不行 萧清如固执递回 我们也有急事 帮不了忙 江川偏过头 看萧清如 为难的开口 清如 我先送杜同志去医院 然后再回来接你 你不能先送我去吗 杜同志的情况很紧急 委屈感席卷全身 眼眶酸涩 视线瞬间变得模糊 我也很疼 江川着急到 生孩子是大事 不能耽搁 要是出了问题 可能就是一失两命 清如 我很快就会回来接你 我向你保证 身体里的水分化为泪水 从眼眶奔涌而出 萧清如不想哭的 但她真的控制不住 身体很疼 心里更疼 生孩子没那么快 杜晚秋身边 并不是一个人都没有 你不是医生 更不是她的丈夫 你在或不在 有什么区别 你说的是什么胡话 我不过是帮朋友 照顾她的遗孀 萧清如收紧手臂 我不要你走 我要你先送我去医院 别胡闹 我没胡闹 对不起 江川不敢看萧清如的眼睛 怕看到她的眼泪 女人生孩子 相当于过鬼门关 和月氏滕香比较 孰重孰轻 一目了然 江川把萧清如放下 脱下脖子上的围巾 垫在一旁的牧场椅上 你在这等我 我很快回来 男人快速离去 跑上了一旁的家属楼 一阵兵荒马乱过后 抱着一个腹部隆起的孕妇下楼 从始至终 她没有看一眼 坐在场椅上 脸色苍白到没有血色的未婚妻 慌乱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最后背影也消失在了 萧清如的视线里 萧清如已经数不清 这是第几次 江川为了杜婉秋抛下她 额头上的汗水越来越多 萧清如费尽全力站了起来 没走两步 身体倒了下去 砸进一旁清理出来的血堆里 好冷 好疼 这一次她不想再要江川了 第二章 江川 她记住了 昏迷之际 萧清如感觉有人 把自己抱了起来 萧同志 醒醒 温暖的怀抱 向着大火炉 融化了她冻僵的身体 让她心生眷念 眼睛虚睁开一条缝 入目是一张刚毅的侧脸 呼吸时喝出的白气 阴晕了五官 只有那双如鹰般犀利的眼睛 留在了她的脑海里 身体不由自主地 贴近温暖的来源 低声嘻南 疼 抱着她的男人紧张地问 哪里疼 可萧清如已经没力气回答了 逐渐失去了意识 徐木舟没想到 再次见到萧清如 会是这样的场景 冰天雪地 除了上班的人 其他人都在家里闭门不出 如果没人发现她 后果会是如何 她半点不敢想 萧同志 晃了晃胳膊 醒醒 怀里的人已经昏了过去 身体软绵绵的 手无力的垂下 没有半点回应 徐木舟第一次体会到了害怕的滋味 清如 我送你去医院 别睡 慌乱的脚步声 游远极近 排队看病的人 不由自主地望了过去 让一让 麻烦让一让 医生 快来看看她 快 医院里不能大声喧哗 但徐木舟太过慌乱 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 见此 所有人自发让出一条道 把优先看病的机会 给了匆匆而来的人 医护人员一看萧清如的状态 就知道 问题很严重 连忙说道 你先把病人放下 把她的大医脱了 我们要检查过后 才知道情况 徐木舟不敢耽误 连忙照做 看着萧清如苍白到透明的脸色 不由得咬紧了牙关 一定要治好她 萧司令的千金 还是文工团最有天赋的舞蹈演员 整个军区谁不认识 医生一脸严肃 救死扶伤是我们的责任 麻烦同志 你出去外面等着 多耽误一分钟 对患者来说 就是多一份危险 被医生赶出诊疗室 徐木舟人都是恍惚的 如白天鹅般闪闪发光的萧清如 她应该在舞台上 在掌声里 而不是面无人色地躺在病床上 双全无意识地捏紧 她不想萧清如出事 一点都不想 过了许久 才反应过来 还没通知萧清如的家人 如果有什么情况 得需要家属在场 回头看了眼紧闭的门 快步离开 医生同志 借用一下电话 用吧 连续拨了几个电话 才联系到了萧父和萧母 再次回到诊疗室 医生已经给萧清如 做完了初步检查 萧同志是蓝尾穿孔引起的休克 时间耽误太久 现在必须手术 家属到了吗 先手术 责任我来担 现在的情况 哪怕许牧舟不说 医生也会采取紧急措施 不过 既然有人说他愿意承担责任 医生也没意见 颤抖着手 牵下了自己的大名 亲眼看着萧清如被送进手术室 徐木舟如松柏一般 笔直地站在门口 紧握着的手 因为太过用力 骨节都在泛白 心跳很快 比他第一次开飞机执行任务时还快 嗓子里像是憋着一股气 出不去 下不来 以至于呼吸都变得无比困难 最先赶来的人 是萧清如的母亲 对方小跑着 来到手术室门口 萧雪 我们家 清如怎么样了 侯姐滚动了一下 压制住那骨子玉器 还在手术 医生说是蓝尾穿孔 萧母焦急地躲了两步 都已经蓝尾穿孔了 情况肯定很严重 早知道我今天就不出门了 也不至于拖这么久才来医院 伯母 您先别着急 萧同志肯定会没事的 萧母这辈子 只有一儿一女 一颗心都扑在了他们身上 这会儿 女儿躺在手术室里 是什么个情况 她完全不知 怎么能不着急 努力地平复了下心情 萧母这才想起另一件事 清如今天在家休息 萧雪 你是怎么遇上她的 这是没什么好蛮的 许木舟一五一十 如实告知 清如不是做事莽撞的孩子 生了病她 可以找左右邻居帮忙 也可以给她爸打电话 怎么会一个人跑出去 而且还倒在了雪堆里 要不是你发现的急时 那后果不堪设想了 许木舟眼睛里 蹦射出冷力的光 如果不是萧怀叔 让她帮忙 去萧家检查水管 她也不会发现萧清如 所以 她到底为什么 去离家那么远的地方 我要给老萧打个电话 如果情况不好的 让她出面 请个教授来帮清如看病 阿姨 我已经给萧司令打过电话了 听她这么说 萧母才放心了些 感激到 今天真的多谢你了 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恩人 你一个人大 老远的从京市来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 尽管说 许木舟恩了一声 我和萧怀叔是朋友 她的妹妹 自然也是我的妹妹 您不用这么客气 萧母连连点头 等清如身体好了 阿姨给你们包饺子吃 到时候 你和怀叔一起回来 许木舟点头 指了指旁边的长椅 手术没那么快结束 阿姨您先坐会儿吧 萧母的视线一扫 看到了女儿的军大衣 帽子 还有两条围巾 快走两步 拿起灰色的那条 这是小江的围巾 前几天清 如刚给她织的 怎么会在这里 这是许木舟 从现场带回来的 一切都有了答案 为什么生着病 还去离家那么远的地方 因为是被江川带去的 萧母人不笨 同样也想到了这一点 这个挨牵刀的 肯定又半路 把清如丢下了 眼眶湿润 泛起了一抹红 杜婉秋就住在旁边的家属楼里 肯定是她又把人叫走了 如果清如出了事 我饶不了他们两个 萧母一边哭 一边骂 这世上怎么会有 这么没心没肺的人 兄弟的遗孀重要 还是自己的未婚妻重要 她难道不知道吗 而且清如还病着 天寒地冻 怎么能把她扔在半路上 许木舟抵了抵塞帮 她知道自己没资格生气 可怒意还是不受控制的 从心底生疼而起 江川 她记住了 第三章 来而不往 飞离一夜 穿着笔挺军装 带着威严气势的中年男人 带着警卫员出现 许木舟立正经理 萧司令汉手 清如怎么样了 还在手术中 今天多谢你了 改天来家里做客 让清如亲自跟你道个县 举手之劳 萧司令延离满是赞许 22岁就展露头角的飞行员 是难得的人才 品行还这般端正 以后前途不可限量 点了点头 随后抬不去了妻子身边 丈夫一来 萧母就有了依靠 老萧 清如今年才18岁 她还有大好的年华 要是出事了 拍了拍妻子的肩膀 打断她的话 你别太担心 没有消息 就是最好的消息 看了眼手术师的方向 向来情绪内敛的男人 眼里满是担忧 从萧清如进手术师 到手术结束 整整花了两个小时 最先出来的是医生 许木舟一个剑步冲上前去 医生 萧同志怎么样了 手术很成功 在住院观察三天 没问题 就可以出院回家了 许木舟说着感谢的话 整个人也跟着放松了下来 这才感觉后背凉嗖嗖的 原来是出汗了 萧母拍了拍胸口 谢天谢天 以后可别再发生这种事了 我这个心脏 真的承受不住了 你这乌鸦嘴 说什么会气话 嘴上说的硬气 语气却很温柔 警卫员早就习惯了 这二位的相处方式 甭管在外头多威风 回家了 也是怕媳妇的普通男人 这时 手术师的门又一次打开 萧清如被护士推了出来 这次 许木舟没有上前 隔着人群远远地看了眼萧清如 脸色还是一如既往的苍白 不过人已经醒了 醒了就好 许木舟这般想 椅子上属于萧清如的东西 已经被警卫员带走 这里没有她的事 高大的男人最后犹豫片刻 选择离开 萧清如被送到了病房 住的是条件最好的单人间 麻药还没过去 她能听到周围人说话的声音 却无论如何 也集中不了精神 仿佛下一刻 就会陷入沉睡 萧同志 现在还不能睡 听到护士这般说 萧清如努力地睁开眼 但没坚持几秒 又合上了眸子 家属跟病人多说说话 千万别让人睡着了 先观察两个小时 没问题了 就可以睡 好好 辛苦你们了 为人民服务 这是我们该做的 打好点滴 交代了注意事项 护士离开了病房 萧母俯身轻拍了拍女儿的脸 清如 先别睡 我们说说话 萧清如迷迷呼呼应了一声 眼皮很沉重 只想睡 你跟妈说 是不是江川那小子 把你留在半岛上的 意识还没完全清醒 萧清如却流下了眼泪 前言不搭后语地说着什么 唯一能听清楚的 只有江川两个字 萧父用力一拍桌子 怎么回事 什么叫江川 把清如扔在半路上 还能怎么着 又去管别人家的事了呗 萧母咬牙切齿 幸好我们家清如没事 不然我饶不了她 既然把人带出门了 就应该负责到底 把人留在雪地里 算什么事 再不计 就近找个人 让人帮忙 看着清如也好啊 这个杀千刀的 还是和清如一起长大 订了婚的未婚夫呢 她怎么这么残忍 看着女儿无声落泪的模样 两口子心疼得不得了 萧母是女人 比男人要感性一些 我就说取消婚约 你还说出来反而不好 要是早点把他们俩断开 能发生今天这种事 萧父在媳妇面前 有些抬不起头 支支吾吾道 要是她没把人带出去 清如一个人在家 说不定要耽误更久 那也比埋在雪堆里好 女人身体和你们男人不一样 最怕着凉 萧父叹了一口气 这不是清如也不愿意 和姓姜的小子断开吗 不然 我还能强行 把他俩拴在一起不成 这话说到了点子上 现在流行自由恋爱 他们干涉不了太多 萧母心疼的为女儿擦去眼泪 轻声又哄 江川那小子 是个靠不住的 咱们不要他了 好不好 嗯 不要了 夫妻二人对视一眼 这得是多伤心啊 才会让女儿说出这种话 另一边的江川 把杜婉秋送到医院以后 忙前忙后 又是找医生 又是交费 顺产不是肚子 一疼就能生的 这么一耽搁 时间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 等人进了产房江川 才得以脱身 回了家属院 只是萧金如 已经不在那了 正准备去医院问问 突然被一个男人挡住了去路 江川认得许慕周 这是萧怀叔的好朋友 金时来的刺头 这人之前去萧家吃过一次饭 他刚好也在 原本因为对方是飞行员 他对许慕周的印象还不错 这会儿见他故意找茬 那点好感烟消云散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就想着想找江同志 切磋切磋 江川急着去医院 冷冷道 今天没空 你要是真想切磋 可以另找时间 我就想今天 对方不依不饶 江川气急 打架是违反几率的 徐慕周择了一声 打什么架 说了是切磋 不等江川拒绝 一拳砸在对方的肚子上 想到萧青如脆弱的样子 徐慕周眸色欲深 下手那叫一个快准狠 还专挑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打 江川从小在家属院长大 现在也进了部队 自然不是吃素的 于是就这么打了起来 拳拳到肉 互不相让 直到被警卫连的同志发现 这才停了下来 打架是违纪行为 现在跟我们回去接受教育 徐慕周摸了摸嘴角 我们没有打架 是切磋 不信你们问他 江川疼得都快直不起腰了 但因为着急去医院看萧青如 哪怕不想便宜了徐慕周 还是得顺着他的说法 没错 我们刚才在切磋呢 同志你看 我们都没受伤 怎么可能是打架 我们注意这分寸呢 好说歹说了一通 总算门混过关了 幸许的 今天这是我记下了 来而不往非礼演 徐慕周出了口气 心里舒坦了不少 我等着你 第四章 该怎么做 你自己考虑 江川重新回到医院 找护士打听到了 萧青如所在的病房 在门口徘徊许久 抬手敲了敲门 威严的男生响起 静 哪怕从小就在 萧父的眼皮子底下长大 江川的心 还是不由自主地提了起来 深吸一口气 这才推门进去 伯父 伯母 萧母没给他好脸色 或者说是 直接忽视了江川这个人 叙叙叨叨的和女儿说话 再坚持一会儿 马上就可以睡了 萧青如昏昏沉沉 根本没注意 倒站在病床边的江川 嗯了一声 然后又合上了眼 强称这不能睡的可怜模样 可把萧母心疼坏了 伸手理了 李萧青如夹鞭的随法 如果可以 她真想替女儿受罪 伯母 青如不是肚子疼吗 怎么这么严重 肚子疼 甚至还得动刀子 虽然知道 女儿生病 赖不到江川身上 但萧母 还是忍不住的心生埋怨 都说送佛送到西 她要是不能干这个活 干脆就别给人希望 失望地看着江川 她刚做了手术 你没看出来 手术 江川脑子猛了一瞬 我不知道 情况这么严重 早知道 现在说这些 有什么用 萧母打断她的话 你有带清如来医院的心 我们谢谢你 但是你把她扔半路的事 我们没法原谅 以后更不敢 把她交给你了 江川抿了抿干燥的唇 心里莫名升起一阵恐慌 伯母 我知道这事我做的不对 您给我个机会 让我将功赎罪 哪怕她的态度很诚恳 萧母也没有半点动摇 她作为母亲 得为孩子把好关 不能祸心你 只是江川的眼睛 如果再有下次 清如和杜婉秋的事撞上了 你怎么选 我 江川张了张口 正准备说话 萧母抬了抬手 制止了她 都说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有些事情 如果你做不到 那就不要说出口 哪怕江川说的再好听 真遇上市的时候 她会义无反顾的选择清如吗 行动就是最好的回答 她早就已经交过答卷了 江川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 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才能让萧清如的家人消气 笔直地站在病床边 无声地表达自己的歉意 看了眼时间 距离手术结束 已经两个小时了 萧母没在说话 静静地看着女儿睡觉 脑子里盘旋着许慕周说的话 心里一阵后怕 清如醒了可能会 呃 你回去给她熬点百米粥 那谁看着清如 我 你不上班了 萧府说道 上 等你来了我再走 或者我安排个护士 守着清如 江川立马表态 我来守着她 正好我今天休假 时间很充足 两位长辈不约而同地露出不信任的表情 萧母直接说道 清如现在还输着夜呢 要是你班路有点事 再把她一个人扔下就不好了 江川愧疚难当 不敢直视他们的眼睛 这次就算天塌下来了 我也不会走 萧府清了清嗓子 行 那清如就交给你了 江川都做好了打吃酒战的准备 没想到萧夫这么轻易就松口 喜出望外 伯父 这次我肯定不会让你们失望了 萧母还想说话 却被丈夫拉出了病房 你是不是脑子被门夹了 怎么能把女儿交给她照顾 要是再出点什么事 你后悔都来不及 我是故意的 打量着丈夫 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如果她表现得好 证明咱们女儿的眼光不算太差 如果这次又被人叫走了 那么我就算不要这张脸 也得帮女儿把婚事退了 拍了拍妻子的肩膀 你放心 我让人留意着病房 不会让轻儒出事的 嫌弃的甩开丈夫的手 哪怕她这次表现得好 我也不会同意 轻儒再跟她来往 这人在我这里 已经没有信用可言了 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一时的好不算好 回头看了眼病房 既然丈夫说 安排人留意着 那她肯定说到做到 你快回去熬粥 弄好了赶紧来 萧母连连点头 我快去快回 妻子已经走远 萧府推开门 你跟我出来 可是轻儒 警卫员事实站了出来 笑着说道 我会看着萧同志 江同志 你放心的去吧 坠坠不安的 跟着萧夫 去到无人的角落 伯父 没跟他说场面话 开门见山道 你对杜婉秋 是什么的想法 他是我兄弟的遗孀 他男人的兄弟 不止你一个 你见其他人像你一样 大献殷勤吗 江川不知所措 我想着 能帮一把试一把 活到这个岁数 萧夫太明白 人言可谓四个字 是什么意思了 我给你两个选择 一 和轻儒退婚 以后你想照顾 谁都是你的事 伯父 我不退婚 犀利的视线 落在江川身上 我的女儿 容不得别人欺负 嘴唇动了动 想要解释 却又不知道 该从何说起 毕竟轻儒是 真的受了委屈 这一次 还差点出大问题 像是没有看到 江川苍白的脸色 萧夫继续说道 第二个选择 你不准再见杜婉秋 以后他的事情 都和你无关 伯父 如果我不管他们 孤儿寡母的日子不好过 萧夫语气更加低沉 杜婉秋那边 组织上自有安排 等他生了孩子 就送回原户籍地 到时候 会有人给他安排生活 甚至安排工作 再加上抚恤金 他和孩子的日子 难过不到哪里去 可是 没有可是 严禁于此 萧夫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该怎么做 你自己考虑 第五章 江川 我们分手 因为麻药的作用 萧青如睡得很沉 江川坐在椅子上 伸手想去摸萧青如的脸 却又因为对方的脸色 太过苍白 仿佛轻轻一碰就会破碎 故而缓缓收回了手 笛声说道 萧如我真不是故意的 你能原谅我吗 这个问题没人回答 至于内心的煎熬 在反复折磨着江川 萧如会怪他吗 这件事 会不会给他的身体造成伤害 想得越多 越是煎熬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直到护士来换药水 并床上的人才 逐渐清醒过来 萧如你醒了 看到江川的那一刻 萧青如脑子里回忆起的 只有他抱着杜婉秋离开的背影 再也没有了 往日见到他时的喜悦 你怎么在这 表情威致 江川歉疚地说 伯母回家熬粥了 让我在这看着你 萧如 我不是故意留下你的 嗯 我知道 杜同志的情况更紧急 你担心他也是应该的 明明说的是善解人意的话 却让江川几倍发凉 作为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 他们太了解彼此的脾气了 只有在外人面前 萧如才会这般礼貌又疏离 他们之间不该是这样的 江川着急地握着他的手 萧如 我真不是故意的 安顿好杜同志以后 我就回去找你了 只是吃了一步 真的只是吃了一步吗 嘲讽地勾了勾唇 萧清如用力地收回手 我这边没事了 你走吧 不 我不走 清如还在气头上 他要是走了 岂不是罪佳一等 必须得把人哄好了 清如 你可不可 清如 你饿不饿 不管他说什么 萧清如都当作耳旁风 直接左耳进 右耳出 那种良彻心扉的感觉 他不想再体会了 有些人注定不属于自己 他也是有尊严的 为了一个男人 卑微到尘埃里 再一再二地忍耐他 这种事情他做不来 到此为止吧 等我下次休假 你身体应该也养好了 到时候 我们去市里看电影吧 如果你不想看电影 那我们就去逛宫销社 我这里攒了几张布票 正好可以给你买一条裙子 你之前不还说 想和我拍一张合照 到时候 我们顺便去一趟照相馆 见萧清如不为所动 江川呼吸急促了几分 你不是说 国营饭店的红烧肉 很好吃吗 到时候 我带你去吃 他越说 萧清如的眼神就越冷 甚至还戴上了厌烦 这是江川从来没体会过的感觉 就好像他在他的心里 一点都不重要了 再次握住萧清如的手 语气里带着显而易见的祈求 清如不要这样 不要用这种眼神看望 想要收回手却没成功 萧清如眼里带着愤怒 在你一次又一次 选择别人的时候 你就应该想到这种结果 我是人 不是神 我忍受不了自己的未婚夫 把别的女人放在第一位 所以江川 我们完了 决决的话说出口 萧清如心里忍不住一松 他早该这么做了 当江川大包大揽 妄图扛起杜婉秋的生活时 他就应该果断退场 江川 我们分手 清而听到萧清如说分手 江川的脑袋 像被人打了一闷棍 脑子里有片刻的空白 他们从小一起长大 清如怎么可能会跟他分手 一定是他听错了 用力的扯了扯嘴角 我和杜婉秋之间 什么都没有 只是看在朋友的面子上 我才对他多加关照 清如 是不是又有人在你面前嚼舌根了 你不要相信他们 这话萧清如听过无数遍 早就已经听腻了 听烦了 不再让江川自欺欺人 一字一顿说道 从你一而再 再而三选择他的时候 我们就不可能了 我和他之间是清白的 萧清如烦躁的醋眉 我在意的是你的实际行动 不管你们清白与否 你一次次无条件帮助他 这是事实 江川无法反驳 他知道 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 只是被人搅几具舌根而已 原本以为清如是不在意的 我以后不帮他了 和他保持距离 好不好 江川目光灼灼地盯着萧清如 你想让我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只要你别再说分手 萧清如一开视线 告诉自己不能再心软 一次次地退让 只会换来别人 更加肆无忌惮地踩他的底线 知道萧清如心软 好说话 江川再接再厉 萧伯父说等 杜晚秋生完孩子 组织上会安排他回老家 以后这个人 不会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 清如 不要为了一个外人 放弃我们的感情 我 萧清如刚开口 就被敲门声打断了 接下来的话 来人还是王嫂子 江同志 晚秋生完孩子大出血 医生说的那些 我都听不懂 你快去看看 江川猛地起身 同时松开了萧清如的手 走了两步 这才清醒过来 连忙回到病床边 小心翼翼地问 清如 我可以去看一下吗 萧清如的内心一片麻木 下意识的动作 是骗不了人的 哪怕杜晚秋离开这里 只要他有需要 江川依旧会奔向他 一次又一次 真的够了 放在被褥下的 手用力地掐着手心 萧清如一遍遍告诉自己 清醒一点 不要再被他骗了 清如 江川的眼神里满是焦急 但因为萧清如没发话 这样的他 萧清如突然笑了 那笑容不达眼底 带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悲凉 你累不累啊 江川不解 不知道这种时候 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萧清如不再为难他 你走吧 等他那边安顿好我就回来陪你 等不及萧清如回答 留下这么一句话 江川就匆匆忙忙跑走了 他的焦急和担忧 是个人都看得出来 在他的心里 杜晚秋真的只是朋友的遗孀 那么简单吗 或许是经历过太多次 类似的情况 对于江川的选择 萧清如一点都不觉得意外 摸了摸干燥的眼角 好奇怪啊 这次他居然没有哭 心里好像也没那么难 瘦了 第六章 被人误会 江川一走 就有护士来守着萧清如 萧同志 有什么需要你跟我说 萧清如扯了扯嘴角 这瓶药水打完 可能得半个小时 你先去照顾其他病人吧 时间差不多了再过来 外面还有同事呢 等你母亲来了我就走 耽误不了多少时间 辛苦你了 护士摇头 在一旁的椅子上落座 时不时看一眼萧清如的情况 萧母带着保温饭盒赶来 看到女儿已经醒了 先是高兴 随后脸又沉了下来 那人是不是又走了 就说她是个靠不住的 对着护士礼貌一笑 同志 多谢你刚才守着我们家清如 现在没事了 你快去忙你的工作吧 行 有事你们再叫我 正好药水已经打完 护士顺手拔了针 门开了 又重新合上 江川呢 走了 萧母面无表情 连骂人的欲望都没有了 就这样的人 给她一百次机会 也白大 而且 她是真的不放心 把女儿交给江川了 还是肠痛不如短痛为好 萧清如身体虚弱 萧母不想说 让她心烦的事情 现在最重要的是 养好身体 文工团那边妈 帮你请假了 这段时间 咱们安心养病 拉了拉被子 妈去问问医生 看你什么时候能吃东西 马上回来 嗯 麻药的作用已经过去 萧清如不再像之前 那般昏昏欲睡 意识也越来越清醒 按了按太阳学的位置 是谁送她来医院的 脑子里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 还有一双能看透人心般的犀利眼眸 那双眼睛太过破人 以至于光是这么一想 心里就忍不住紧张 不过对方救了她 于情于理 都应该好好感谢一番 于是 等萧母回来以后 萧清如问道 妈 您知道是谁送我来的医院吗 说到这个 萧母忍不住笑了起来 是许同志 就是你哥金氏来的朋友 开飞机那个 对 就是她 许慕周之前来家里吃过一次饭 萧清如见过她 只不过那时候 她一门心思扑在了江川身上 没怎么留意哥哥的这个朋友 对方一看就是不好惹的人 她潜意识里 也不敢多和她接触 没想到 这次是许慕周救了她 等你身体恢复了 妈请萧清如来家里吃个饭 到时候 你亲自感谢一下她 萧清如点头 应该的 如果没有许慕周 她不知道 自己还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 医生说 排气了就能吃东西 咱们再等等 我不饿 萧清如问 妈 您是不是还没吃饭 先吃一点吧 忙了大半天 这会儿都已经下午了 萧母除了早饭 就没吃别的 听女儿这么一说 才有了点饿的感觉 妈妈去食堂买两个馒头 我这边没事 您吃了再回来也行 大概是冤家路窄 萧母都不想搭理江川了 没想到却在食堂遇到了她 细心询问 哪些东西产妇能吃的模样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她媳妇生了孩子 视线一瞥 看到萧母的时候 江川有些尴尬 有种做错事被抓包的错觉 伯母 您要吃点什么 我这边还有粮票 帮您一起付了 不用 萧母的态度很淡 家丑不可外扬 不能做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事情 而且事情要是闹大了 最大的可能 不过是别人在背地里嘲笑她的女儿罢了 就算要退婚 也要退得体面 绕过江川 买了两个馒头 就回病房了 江同志 这个粥你还要吗 要 要的 江川说道 明天帮我煮一碗红糖鸡蛋 到时候我让人来取 票给您放这了 好嘞 端着饭盒里的米粥 江川回到了病房 段秋的情况并没有王嫂子说的那么严重 这会儿精神还算好 躺着病床上看孩子睡觉 不过因为他身体柔弱的原因 这次生孩子确实吃了大苦头 王嫂子呢 哦 我让她回家了 今天跟着忙了一天 不好一直耽误人家 杜婉秋想要坐起来 江川快走两步 扶了他一把 旁边病床上不明所以的人打去道 杜同志 你爱人对你真好 你生孩子 他一直在旁边忙前忙后 我就没见过这么体贴的男人 江川心里一惊 他和杜婉秋什么关系都没有 爱人这种词语 哪能是乱用的 正准备解释 杜婉秋抢先说道 你家爱人才体贴呢 孩子一直在他在照顾 那人被说的不好意思 见丈夫已经办完手续回来 于是说道 杜同志 我刚来家属院不久 在这边也没什么朋友 以后有机会的话 咱们一起唠唠嗑 杜婉秋点头 都在一个院里 以后机会多的是 那我们先出院了 也祝你早日康复 多谢 等隔壁病床的人出院了 江川这才说道 刚才应该跟人解释清楚的 被误会了 对你名声不好 杜婉秋情绪失落 一脸怅然 我不想别人同情我 不过就是萍水相逢的人 以后不一定有来往的机会 何必跟他们解释那么多 这种事情 被误会了 总归是不好的 杜婉秋露出一个笔窟 还难看的笑容 对不起 刚才我没考虑那么多 见他眼眶湿润 欠旧无比的模样 江川哪还能怪他 连忙安慰 你又不是故意的 何必跟我道歉 把饭盒打开 吃点东西吧 补充一下体力 江同志 真的谢谢你 要不是有你在 我和孩子可能就 别说胡话 没有这种可能 杜婉秋恩了一声 接过饭盒和勺子 艰难地咬了一勺 送进嘴里 低垂直的眼帘 挡住了他的眼神 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站在一旁的江川 陷入了沉思 他忍不住反思自己 是不是为杜婉秋 做的太多了 不然怎么会让人 产生这种误会 要是让轻如知道 有人把他和杜婉秋 当成了夫妻 肯定又要生气了 再等等 等杜婉秋的身体 恢复好了 可以自己照顾孩子了 他会减少与他的来往 另一边 刚出院的产妇 说起了杜婉秋 你看看人家的爱人 一直忙前忙后 我生孩子的时候 你都不在的 我这不是情况特殊吗 而且那位杜同志的爱人 牺牲了 啊 是这样吗 心里嘀咕 既然如此 刚才为什么不解释 幸好丈夫跟他说了 不然以后出去 闹笑话多不好意思 第七章 这一切 真的很可笑 江川这一走 直到萧青如喝了粥 又一次睡下也没回来 因为没有期待 也就没有失望 入睡前一秒 萧青如忍不住想 这样也好 他做得越过分 自己才能彻彻底底死心 他不亏欠他 以后他还是坦坦荡荡的萧青如 一滴泪从紧闭的眼角滑落 掩入病发 最后萧氏无踪 只留下浅浅的泪痕 证明他曾存在过 萧母叹了一口气 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孩子 原以为会是天作之河 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呢 人真的就这么善变吗 江川不是不想去看萧青如 只是杜婉秋那边没人照顾 这一耽搁 天都黑了 虽然他和萧青如是订过婚的 但大晚上去他的病房也不合适 只能在安顿后杜婉秋母子 以后回家 休假结束 江川更没时间来看萧青如了 出院之前 病房里来了个不速之客 面色苍白的杜婉秋 抱着孩子 走到萧青如的身边 脸上带着柔柔的笑意 萧同志 你身体怎么样了 听说那天江同志 把你留在了家属楼下 真是抱歉啊 我们也没想到 你的情况会这么严重 我替他向你道个歉 萧青如的眼里带着嘲讽 他最讨厌阴阳怪气的人 你和江川是什么关系 用得着你来 替他道歉 他自己没嘴 杜婉秋笑着说 我们是朋友 既然知道是朋友 那就请你注意分寸 不要总打着朋友的幌子 做一些让人误会的事情 要是因为作风问题 影响了江川的前途 你对得起他的帮助吗 不是在乎江川 单纯就是 不想让杜婉秋太得意 萧青如笑道 杜同志 你应该不会恩将仇报吧 这一刻 杜婉秋心里 生出了一丝羞耻感 在萧青如冷淡的目光下 他所有的心思 无处遁形 难堪之后 是隐秘的快意 原来 萧青如也觉得 江川对他好的过分 是不是心里 也曾嫉妒过他 一手抱着孩子 一手捋了驴耳边 并不存在的发丝 杜婉秋像是听不懂 萧青如的话 很快又恢复了 往常的模样 多亏了江同志 我和孩子才能平安 我想谢谢他 又怕接触多了 萧同志会有意见 既然你们是未婚夫妻 那你帮我转告一声 也是一样的 萧青如佩服杜婉秋的心性 也深知和他纠缠在一起 无异于引火烧身 世上的人 总是对弱者抱有同情心 如果他针对杜婉秋做点什么 最后损失惨重的人 也只会是他自己 毕竟 杜婉秋没什么可以失去的 拥有的东西越多 越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这个道理 萧青如懂 自然也就不会着了杜婉秋的道 眼前的画面 怎么看怎么可笑 江川是他名正言顺的未婚夫 做什么 但戳杜婉秋的心窝子 还是可以的 总不能让人觉得 他脾气好 就能随意拿捏他 杜同志 你现在孩子也生了 打算什么时候回老家 杜婉秋心里一惊 回什么老家 他不要回乡下 更不要重点 家里的婆婆是个强势的 回老家 肯定没有好日子过 萧青如似笑非笑的看着他 杜同志 你该不会不想回去吧 杜婉秋用力的绷住表情 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怎么会 组织上怎么安排 我就怎么做 说是这么说 那脸上的恐慌 都快藏不住了 萧青如不关心 杜婉秋的去留问题 只要别来隔应他就好 杜同志 有病就好好休养 实在没事 但可以回家收拾行李 虽然一个脏子都没带 但杜婉秋总觉得 萧青如是在骂他 眼泪说来就来 那脆弱的模样 是个人看了 都想保护他 萧同志 我好心好意带孩子来看你 就算你不喜欢我 你也不能骂人啊 萧青如听到了 门口传来的脚步声 因为太过熟悉 哪怕没见到人 他也知道对方是谁 杜婉秋一哭 怀里的孩子还跟着哭 病房里瞬间乱成了一团 姜川快速进了病房 外面的冷气裹袭而来 快速地看了一眼 杜婉秋和孩子 最后看着 坐在病床边的人 沉声问 这是怎么回事啊 萧青如的心一路下坠 他想过 姜川会站在杜婉秋那边 但没想到 他会用质问的语气对待他 就好像 他真的欺负了杜婉秋母子 心里自嘲一笑 萧青如 这就是你曾经喜欢的男人 真的好悲哀啊 看着姜川 把那对母子护在身后 萧青如嘲讽一笑 你觉得是怎么回事 萧青如 我怎么不知道 你还会欺负人 心里越痛 脸上的笑容就越灿烂 你怎么知道 我欺负的是人 姜川气得夺了两步 这还是他认识的萧青如吗 他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牙尖嘴利了 没看到杜同志哭了吗 就不能得饶人畜且饶人 失望地看着萧青如 我一直以为你 只是吃醋 是小女孩之间的小打小闹 现在看来 是我想错了 杜婉秋拉了拉姜川的衣摆 姜同志 你不要这么说 是我不该来病房打扰萧同志 他越放低姿态 姜川就越愧疚 是因为他 杜婉秋才会被秦如欺负 既然如此 这段时间就暂且分开吧 省得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一切等杜婉秋离开再说 秦如 你之前说的分手我同意了 放在膝盖上的手动的洞 萧青如点头 我会转告长辈 我们已经退婚了 以后男婚女嫁 各不相干 退婚 姜川从来没这么想过 恐慌迷上心头 轻如 哇哇哇 孩子又大哭了起来 姜同志 小宝身体不好 不能这么哭的 我知道萧同志不喜欢他 那我先走了 孩子哭得一张 脸红彤彤的 姜川心里的愧疚健脓 把那丝恐慌压了下去 既然这是你想要的 那就这么着吧 伸手接过杜婉秋怀里的孩子 一手抱着孩子 一手搀扶着杜婉秋 我们走 可是萧同志 让他自己冷静冷静吧 带着那对母子离开 嘴角弯了弯 明明想要笑的 可为什么眼眶却那么酸 视线一片模糊 这一切真的好可笑啊 第八章 深正不怕影子歪 萧母办完出院 手续回到病房 身后跟着个高大的男人 武官和萧亲如有些相似 面如刀客 一身正气 是萧怀叔 风尘仆仆 眉宇之间带着眷色 一看就是刚执行完任务回来 上上下下 将萧亲如打量了个遍 萧怀叔关切地问 小妹你还好吧 刀口疼不疼 萧亲如眨了眨眼 早就不疼了 能吃能睡 我好的很 做手术 怎么可能会不疼 自家妹妹从小就娇气 这应该是她受过的最大的罪了 摸了摸萧亲如的头 等你什么时候能正常吃饭了 隔去给你弄条鱼回来补补身体 一言为定 你可不能骗人 萧怀叔笑道 我骗谁也不能骗你 你可是我亲妹子 好了好了 别平嘴了 你负责拿东西 我来扶着亲如 要不我来背她吧 这里到医院门口好一段路呢 走着多累啊 萧母嫌弃道 别 你笨手笨脚的 蹭到她的伤口就不好了 哥 我腿没受伤 可以自己走 竖了竖大拇指 不错 这次没有哭鼻子 还这么坚强 不愧是我萧怀叔的妹妹 萧亲如 这话说的 怎么好像她是一朵 弱不经风的话 回家 萧怀叔大手提着行李 颠了颠 开玩笑说道 你们这是把家都搬来了 如果可以的话 我还真想把家搬来 你没住过院 不知道在医院里有多不方便 那我是不是应该找个机会体验一下 你小子 怎么就长了张乌鸦嘴 什么乌鸦嘴 咱们得讲究科学 闭嘴巴你 萧亲如抿着嘴笑 江川和杜婉秋带来的阴霾 也随之一扫而空 虽然没了从小一起长大的竹马 但她还有爱她的家人 人要学会知足 看到她笑 萧怀叔和母亲对视一眼 两人不约而同地松了一口气 一家人说着话 离开了病房 在医院门口看到江川和杜婉秋 萧怀叔咬了咬腮帮 暗骂一声晦气 手突然有些痒 是怎么回事 把行李放进后备箱 落在江川身上的视线 充满了危险 打架是要受处分的 萧亲如知道 哥哥最胡短 连忙拉了拉她的胳膊 哥 我们回家吧 不要为了不值得的人犯错误 不值得三个字 就像一把利刃 直直地扎进江川的心里 抱着孩子的手臂 有瞬间的僵硬 可能是察觉到了不舒服 孩子大声哭了起来 哗哗哗哭 哭声惊醒了江川 他只能先哄孩子 是不是弄疼你了 哇哇哇 孩子哭得越大声 江川就越着急 站在旁边的杜婉秋 指点他调整姿势 晃悠着胳膊 这才慢慢把孩子哄好 萧怀叔看得一阵火大 要不是妹妹拦着 早就用拳头招呼江川了 没好气到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是孩子的爹 和我们无关 别生气 气怀自己的身体就不好了 你和他 萧亲如眼封都没给江川一个 淡淡地说 我们已经达成一致 以后不再是未婚夫妻 哥 外人的事 你就别管了 这可真是个好消息 萧怀叔忍不住笑出声 好好 我不说了 狗拿耗子的事情 咱们不干 虽然医院离家不远 但萧怀叔为了让妹妹轻松一些 特意去把父亲的车开了来 拉开车门 上车吧 嗯 萧亲如低头上车 萧母紧随其后 从始至终 他们都没多看一眼江川 这是第一次 萧亲如直白地表示他的不满 江川浑身不得进 总觉得事情的发展 不该是这样的 看着汽车渐渐远去 杜婉秋眼里的极度 都快满意出来了 为什么萧亲如就能那么命好 友好的出身 爱他的家人 体面的工作 他拥有的东西那么多 少样又能如何 江川还在望着汽车离去的方向 突然袖子被扯了扯 江同志 我们也回去吧 轻柔而又带着脆弱的嗓音 拉回了江川的思绪 连忙问 你能走吗 要不我回家骑自行车来接你 能走 杜婉秋苦笑一声 不够的麻烦你大把手 江川一会 把胳膊伸过去 让杜婉秋抓着 江同志 我们这样会不会影响你的前途 怎么这么说 今天萧同志说到了作风问题 我有些担心 如果你这边不方便 那以后 你别再管我们母子的事了 江川心想 轻儒还是关心他的 他和杜婉秋志气 不完全是盲目吃醋 只这么一想 心情就好了起来 这才是他认识的轻儒 轻了轻嗓子 说道 特殊情况特殊处理 你刚伤了孩子身体虚弱 我大把手 这不过是人之常情 现在说话做事都要讲证据 捕风捉影的东西 当不得真的 要是传几句闲话 就能决定一个人的前程 那大家伙什么都别干了 整天打嘴仗都有的忙 江川心想 他每次和杜婉秋接触 都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就连去他家送东西 也是站在门口 从来没有越界过 是经受得住群众的监督的 若是有人想用这式攻击他 那就打错算盘了 不管别人怎么说 只要我们行得正 做得端 就没什么可估计的 杜婉秋嘴脚弯了弯 江同志 还是你心胸开阔 我争取向你看齐 你们女孩子心思戏 才会更加在意别人的想法 就像清如 念过无数次的名字 这会儿说出来 却有些别扭 江川干脆闭了嘴 不由得又想起了他刚才的话 以及说话时 毫不在意的态度 他是不是真的生气了 他只是想暂时分开 给他点时间冷静一下 从来没打算真的退婚的 烦躁的皱了皱眉 清如怎么把退婚的事情 说出去了 这么一来 之后再不就 就没那么容易了 杜婉秋握紧江川的胳膊 一步一步往家里走 眼里带着未知的迷茫 他不想回乡下 除了江川 还有谁能帮助他 没有了 他能依靠的 只有他 不管是为了自己 还是为了孩子 他也得留在这里 眼里的迷茫退去 杜婉秋知道 自己应该怎么做了 第九章 出院回家 在医院住了三天 终于回到了家里 萧清如只觉得 哪哪都轻松 情绪一好 身体仿佛也没那么难 瘦了 妈 您跟我爸什么时候 去一趟江家 把婚正式退了吧 萧母求之不得 我们现在就去 早点解决 也能早点安心 妈 对不起 两家父亲有过命的交情 现在要退婚 萧清如知道 势必会影响到 两家人的感情 说不定以后见了面 还会让大家尴尬 可他真的没办法 接受江川 一次又一次地放弃他 他是活生生的人 有血有肉 会难过 也会受伤 傻孩子 你没有对不起我们 谁还不是第一次做人 凭什么 要让着他们 做错事的人 尚且没有愧意 他们为什么要把责任 都揽到自己身上 退婚而已 如果江家有意见 大不了以后 不来往了就是 拍了拍女儿的手 就算你不提 我和你爸 也打算退了这门婚 像小时候那样 抱了抱母亲 妈 谢谢你 傻孩子 我们是一家人 这种时候不站在一起 难道要眼睁睁 看着你被别人欺负 萧清如心里感动 他的家人 一直在无条件地偏爱他 他已经很幸福了 至于爱情这东西 如果能请上天花最好 不能也没事 没了爱情 照样能活 你好好休息 我和你爸出去一趟 有事就叫你哥 好 安顿好女儿 萧母就下楼了 你那个朋友 什么时候有空 请他来家里吃个饭 等下次休假吧 到时候清如的伤也养好了 可以做点好吃的 给他补补身体 也行 时间你来安排 萧怀叔点头 我办事 您放心 虽然萧母经常嫌弃自己的儿子 但不得不说 这次多亏他交了个好朋友 还让人小伙子 来家里检查水管 不然怎么会碰巧 救了他们家清如 我和你爸去一趟江家 你留着这点楼上的动静 明白 萧富已经给过江川机会 可现在看来 对方并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既然选择了一意孤行 那么这门清自然 也没有了继续的必要 江家人还想挽留 一再强调 他们会管好江川 不再让他掺和杜婉秋母子的事情 直到听说 两个年轻人已经达成了一致 就知道这是再也没有回转的余地了 送走萧家两口子 江富大发雷霆 臭小子去哪里了 怎么还不回来 江母心颤了颤 杜婉秋今天出院 儿子请假去接他了 荒唐 这小子 做事越来越没有分寸了 江富气的呼吸都加重了几分 你既然知道他去做什么 怎么不拦着他 而大不由娘 他现在连轻儒的话都不听 你觉得我能拦得住 说到这 江母不由的嘀咕 这杜婉秋 到底给儿子灌了什么米婚汤 怎么会让他变了个样 这话以后不准再说 自家人怎么闹都可以 但要是 让外人听了去 一顶作风有问题的帽子扣下来 儿子的前途 不得悔个一干二净 意识到这一点 江母不敢再抱怨了 只能在心里暗自祈祷 希望杜婉秋这尊温神 赶紧离开这里 等他走了 再让儿子去轰轰轻儒 一切都会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江富双手插腰 想骂人 又不知道对着谁发现 气得把糖瓷茶缸都砸了 江母连忙把东西捡起 也不知道用了多大的力 茶缸砸出了几个缺口 你这人 咋还拿家里的东西撒气 这些东西 招你惹你了 行 我不拿东西撒气 你让那小子回家 看我不打断他的腿 暴怒的模样 看得江母胆战心惊 他都不知道 有多少年没见过丈夫这副模样了 了想当年 他这么生气 还是因为婆婆把津贴补贴给了大方 而他这个新媳妇 连吃饭都不能上桌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丈夫把他带着来随军 开始了新生活 想到过去的事 江母安慰道 现在事情都已经成定局了 你打他骂他 有什么用 还不如赶紧想想办法 把杜婉秋送走 江府耿着脖子吼道 我管他有用没用 今天必须要收拾臭小子 让他长点教训 说曹操 曹操道 江川纳闷 爸 谁又惹您了 怎么发这么大的火 我在外边都听到你骂人的声音了 你小子 给我跪下 江母打圆场 这都什么年代了 谁还心让人下跪 有话好好说 江府目光沉沉的盯着儿子 你刚才去哪了 接杜同志出院 看着他理直气壮的模样 江府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他是你的谁 他出院轮得到你去接吗 这话江川不赞同 他们孤儿寡母的 我帮一下忙怎么了 他杜婉秋在院里没朋友吗 如果真是这样 你该考虑他是不是人品有问题 不然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和他来往 爸 就事论事 怎么还带损人呢 我哪句话说错了吗 明知是偏见 江府心里的火气突然就熄灭了 他说再多 对方听不进去 又有什么用 看着江川的眼里 满是失望 好 既然你觉得自己没做错 那么你以后想怎么照顾他们娘俩 我和你妈都不管了 明明这是自己想要的结果 他想得到家人的支持 大家齐心协力照顾杜婉秋 但现在的江川不仅没能松口气 反而还提起了心 好像有什么东西偏离了他的掌控 阿川刚才轻如的爸妈来过了 妈 伯父伯母来做什么 是不是我今天没接轻如出院 他们有意见了 江母心情复杂 他当然希望萧轻如做他的儿媳妇 可萧家的家事太好 现在人家要退婚 他们哪有拒绝的余地 妈 您说话呀 江川着急道 只子莫若母 不管怎么着 自家儿子还是喜欢轻如的 江母放低声音 你和轻如的婚事 今天正是退了 刹那间 五雷轰顶 江川正正地站在原地 他以为这一切只是暂时的 为什么要这么决绝 失去萧轻如的恐慌 席卷全身 让他忍不住后背发凉 用力地捏紧拳头 才能勉强克制住颤抖的双手 我去找他 你给我回来 爸 江副瞪了他一眼 现在知道着急了 早干嘛去了 我去跟轻如解释清楚 你和轻如从小一起长大 他的脾气应该很清楚 看着思思文文 其实很有主意 只要是他决定了的事情 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江川心里满是悔意 早知道随口那么一说 会让轻如当了真 在病房里的时候 他肯定不会说分手 更不会同意退婚 他现在应该怎么办 要怎么做 才能挽回轻如 第十章 请吃饭 萧家和江家退婚的事情 很快传了出去 虽然明面上的说法 是两个年轻人不合适 没法组建新家庭 但院里的人眼睛没瞎 知道问题的癥结所在 要是我男人成天去照顾别的女人 我也生气 这个婚退的好 明知是火坑还要往里跳 这是傻子才做的事 谁说不是呢 要我说杜婉秋也是厚脸皮 人家对他好 他还真就照单全收了 一个巴掌拍不响 江川也是没有分寸 他就不怕杜婉秋起心思 起心思有什么用 江川应该看不上他 乡下来的 而且还结过婚 生过孩子 江川屠杀 你这人是真不懂 还是假不懂啊 江川再怎么样 他也是男人 男人的眼光 和咱们女人不一样的 这次我占肖清如 如果我是他 非要闹得那两人 身败名列不可 就你这星星 如果你是肖清如 怕是把全家人的前途 都搅和没了 要不说人家厉害呢 这种委屈都能往肚子里咽 还真是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啊 院里优秀的男同志 一抓一大把 凭肖清如的家世 想要再找个好的 根本不成问题 来打个赌 看杜婉秋会不会抓紧机会 如果错过了江川 应该没有第二个男人 对他这么好了 我赌他会 这人最会装模作样 我也赌他会 应该不会吧 做人还是要有点自知之明 不管江家那边怎么想 目前的这一切 就是肖家人想要的结果 这么一来 肖清如和江川算 是彻底划清界限了 蓝尾炎手术不算大手术 在家休养了半个月就好全了 期间江川来过几次 但肖清如都没见他 既然要断 就该断得干干净净 而且他不想再听他 一遍又一遍说那些 没有意义的废话 肖清如决定好的事情 只要没有特殊情况 他是不会改的 从倒在雪地里的那一刻开始 肖清如就一点点 把江川驱逐出他的内心 虽然剔除的过程有些艰难 但他确定自己能做到 妈 今天要请许同志吃饭吗 对 他们训练很辛苦 我特意买了一只鸡 给你们炖汤喝 还有你哥弄来的鱼 做成你最爱的麻辣鱼块 还是别放辣了吧 也不知道许同志能不能吃辣 肖母拍了拍脑门 还是你考虑的周到 那就做清蒸鱼 这个大家都能吃 等下次妈再给你做麻辣鱼块 肖清如笑道 这几天我都长胖好几斤了 等明天去上班 也不知道会不会被团长批评 不胖不胖 正好合适 肖清如给母亲打下手 厨房里很快飘出了鸡汤的香味 许木舟是和肖怀叔一起来的 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肖清如随意的瞥了一眼 有卖乳筋 水果罐头 一袋鸡蛋 是看望病人的顶级配置 这不是第一次来肖家 但许木舟却很紧张 只是被肖清如看一眼 身体的肌肉瞬间崩了起来 把礼品放在桌上 给肖同志补补身体 小雪 你人来就好了 怎么还带了这么多东西 多见外啊 肖母有些不好意思 今天请吃饭的目的是 感谢人家送清如去医院 怎么这会儿 反而要让人家破费了 这些东西你带回去 许木舟摸了摸后脑勺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伯母您要是这么客气 下次我可不敢来家里蹭饭了 肖怀叔父和 妈 您就收下吧 正好让清如好好补补 没再推辞 小雪 你先坐一会儿 伯母这就去下饺子 最多十分钟就能开饭了 许木舟点头 端端正正的坐在客厅沙发上 清如给小雪倒杯水 哦 拿了干净的杯子 肖清如正准备提暖水瓶 一只大手率先握住了把手 我来 来不及收回的手指 不小心触碰到那只带有薄茧的大手 炙热的温度 像是要把人烫伤 肖清如胡乱的点头 退开两步 营绕在鼻端的肥皂香气淡了些 许木舟侯杰滚动了一下 一手端着杯子 另一手锤在身侧 妈撒了一下 仿佛还残留着柔软冰凉的触感 第十一章 黄鼠狼给鸡拜年 无视肖怀叔探究的眼神 许木舟从容地坐回原来的位置 气氛有些尴尬 肖清如干脆进厨房帮忙 你小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体贴了 肖怀叔从牙缝里挤出这么几个字 不准欺负我们家清如 徐木舟只回答了前半句 我一直都体贴 你不知道吗 没有办法 嘖嘖嘖 听听你说的话 果然是心黑啊你 可你想多了 肖怀叔觉得自己的兄弟不对劲 可哪里不对劲 他也说不上来 毕竟这人做事一向周到 第一次来家里吃饭的时候 同样带了礼 刚才的小插曲 好像也不足以说明什么 他原本也是要接手妹妹的活的 只是让许木舟抢先了一步 悠悠地看着许木舟 可别让我抓到把柄啊 许木舟后背绷紧 注意你的措辞 什么叫把柄 肖怀叔给了对方一个眼神 一切静在不言中 肖青如把饺子端出来 许木舟极有眼力见底去帮忙 这种事情 还是我们男同志来吧 皮操弱厚不怕烫 小许真是个好孩子 不像我们家臭小子 跟个大爷似的 被点名的肖怀叔嘴角抽了抽 他这不是陪客人吗 不然早去帮忙了 妈 您这么嫌弃我 要不让许木舟给您当儿子 行啊 我没意见 听说小许飞机开得最好 有这么个儿子多光荣啊 我高兴还来不及 肖怀叔 就没人在乎他的感受吗 许木舟耳垂发红 不露痕迹的看了眼肖青如 我在这边没有亲人 您要是不嫌弃 那我就是您儿子 肖母被逗乐了 白的一个儿子 我赚大发了 肖怀叔咬了咬牙 我还在呢 没这么欺负人的 这时候肖府也回来了 见许木舟立正经理 拍了拍他的肩膀 在家里放松些 都是自己人 是 伯父 肖母无奈的摇头 老肖一回来 家里的气氛就变了 快做 饭菜都已经好了 饭桌上摆着一只炖鸡 汤底油亮发黄 色泽很漂亮 让人一看就食欲打开 除此之外 还有一条清蒸鱼 挤大盘饺子 你们多吃点啊 厨房里还有 今天可以管购 伯母您手艺真不错 看着比国营饭店的还好吃 那你可得多吃点 一定 您别嫌我吃得多呀 年轻人就要多吃点身体才结实 你们每天训练那么累 不能再在吃上节省 您说的对 毕竟身体 才是革命的本钱 肖青如原本有些触取木舟 这会儿见他并没有想象之中的不苟言笑 反而还很健谈 不由的放松了些 许同志 那天多亏了你送我去医院 我以茶代酒敬你一杯 许木舟一紧张 差点咬到舌头 连忙端起杯子 举手之劳 肖同志不用放在心上 这可是救命之恩 哪能用举手之劳轻轻接过 肖青如笑着调侃了一句 肖青如长得漂亮 笑起来的时候露出浅浅的梨窝 眼睛又大又亮 五官无可挑剔 因为跳舞的原因 气质更是没话说 浅笑奄然的模样最动人心 让人恨不得 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 都捧到他面前 早在第一次见面 看着舞台上闪闪发光的他 许木舟就知道自己栽了 这会儿肖青如对着他笑 许木舟心想 别说是送他去医院 哪怕豁出去自己的生命 他都心甘情愿 两只杯子碰在一起 各自喝了一口茶 来 吃菜 这个饺子是青如包的 馅儿也是他自己调的 你们可得多吃点 算是给小姑娘的面子 难得呀 我活了二十多年 还是第一次吃小妹包的饺子 撞了撞许木舟的手臂 看样子今天是沾了你的光 肖青如不常做饭 对自己的手艺没有信心 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你们跟我说 下次就能包得更好了 饺子包得不大不小 豪放派吃法 正好一口一个 很好吃 许同志那你多吃点 说着 用勺子往许木舟的碗里 添了几个饺子 从始至终 肖青如的嘴角 都挂着柔柔的笑意 只要救命恩人吃的满意 他也就放心了 殊不知 一个寻常不过的举动 给男人带来多大的冲击 心脏跳动得很快 快到许木舟怀疑 是不是下一秒 就要从嗓子眼跳出来了 得亏他自制力强大 才能保持表情自然 和上次来肖青的待遇不同 这一次 轻如的眼里 好像有他了 第十二章 年轻人就要有朝气 吃过饭 许木舟和肖父聊了会天 就要离开 肖母对儿子说道 你去送送小雪 行 肖怀叔不傻 这会儿也回过未来了 有些话 他得提前跟好兄弟说清楚 穿上军大衣 戴上帽子 勾搭着许木舟的肩膀离开 你看看 他那不着调的样 一点都沉稳 年轻人有朝气是好事 他的朝气 未免也太多了 有这个经历 怎么就不能带个儿媳妇回来 儿子已经二十三岁 这个年纪 很多人的孩子 都会打酱油了 肖母没有工作 每天的任务 就是照顾一家人的吃喝 他是真想儿子结婚 再给他生个孙子 或者孙女 趁现在他还没老 还能帮着带孩子呢 现在实行自由恋爱 你就别操这个心了 等年纪到了 他自己知道着急 咱们院里年纪合适的姑娘 就那么几个 我这不是怕他打光棍吗 院里找不到 就去外面找 眼睛不要只盯着一处 容易眼花 肖青如竖了数大拇指 爸 您这话说得好 人的眼睛 确实不能只盯着一处 是至理名言吧 还不赶紧拿纸笔记着 肖母无奈地摇了摇头 别拼嘴 在门口站了许久 这才回到客厅坐下 我觉得 小宋和儿子很般配 他和青如又是好朋友 以后咱们一家人 肯定相处得好 妈 您别乱点鸳鸯谱 他不喜欢我哥 感情是可以培养的 他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看中的儿媳妇飞走了 肖母更嫌弃儿子了 这小子长得也算周正 怎么就不招姑娘喜欢呢 一定是他那张嘴 话太多了 叹了一口气 接过了找媳妇的话题 小许这人真不错 说话做事周到的很 你看看这些东西 都是他带来的 小伙子攒点票不容易 这些东西不好买 还不知道跑了多少地方呢 以后多请他来家里 吃几次饭吧 肖青如坐在沙发上看报纸 文言说道 您这是恩将仇报 嗨 你这丫头 我请他吃饭 还做错了 你也看到了 许同志 这人客气得很 我记得上次来他也带东西了 您多请人家吃几次饭 不得把人家的口袋掏干净 肖府食指点了点女儿 被说得哑口无言 我觉得 青如说得对 还不如下次有好吃的 让儿子给他送一份 得 这倒变成我的不是了 肖青如一本正经说道 老肖同志 您的出发点是好的 只不过方式方法 还得变通一下 媳妇 你看看闺女 都开始对我说教了 难道她说得不对吗 对对对 你们说得都对 老肖同志 一脸深无可恋 心里却不得不承认 女同志的心思 就是比男人细腻 赞许的看了眼闺女 心思通透的人 不管到了哪里 都不会过得太差 预事也不会一蹶不振 自己和妻子可以放心了 另一边 许木舟问肖怀叔 想说什么 支支吾吾都不像你了 肖怀叔站定 不确定地开口 你是不是喜欢我们家清如 嗯 我喜欢她 说到肖清如 许木舟的眉眼 瞬间柔和了下来 眼神不在那般犀利 冰霄雪蓉 隐隐约约 有类似温柔的东西 流淌而出 第一次见面 我就喜欢她 肖怀叔瞳孔放大 你还是不是人 那个时候 她可是有婚约在身的 现在没有了 喜欢的姑娘 和别的男人订了婚 她只能压抑着自己的感情 有些事情 迟了一步就是一辈子 原本以为和肖清如 没有缘分了 哪知道她突然 和江川解除婚约了 许木舟觉得 这是老天给她的机会 你来真的 我什么时候来过假的 肖怀叔收敛神色 你应该知道 上一段感情 给我小妹造成了 很大的伤害 许木舟的视线 落在一旁的大树上 知道 所以我才想对她 更好一些 行 我相信你 还没来得及说 感谢的话 肚子猛然受到一击 这一拳是为我自己打的 我好心好意 带你去看清如演出 没想到 你居然偷着惦记上了她 虽然被打 许木舟还是笑了起来 大舅哥教训的是 滚 谁是你大舅哥 八字还没一撇呢 我会努力的 咬着牙 你小子 我是这意思吗 如果清如也喜欢我 这辈子 我不会让她受到半点伤害 注意你的措辞 清如是你能喊的吗 以后请称呼她肖同志 肖怀叔想说 自家妹妹喜欢斯文一点的男人 看看许木舟 人高马大的 完全就不是妹妹喜欢的类型好吗 正是说完 走之前 许木舟还是叮嘱了一句 这事你就当不知道 别给清如压力 不知道为什么 原本恨不得 每天和兄弟混在一起的肖怀叔 突然看许木舟不顺眼急了 嫌弃道 我才懒得帮你 只要不拖后腿 许木舟就谢天谢地了 笑了笑 行 我先回了 抬手示意肖怀叔回去 许木舟跑步回宿舍 外面的天气很冷 可她的心里 却像燃烧一团火焰 烧得浑身充满了干净 这一次 她要抓紧机会 不能再让喜欢的姑娘 被别人追走了 第十三章 只准成功 不准失败 次日 萧清如准点出现在文工团 平日里相处的好的队友 围过来询问她的情况 清如 你伤养好了 就只是个小手术 已经好全了 谢谢你们关心 我看你气色不错 看样子 这段时间休养得很好 萧清如言语道 不上班 气色能不好吗 所有人都被逗笑了 仔细想想 这话好像有点道理 毕竟是开了刀的 还是得多加注意才行 下个月咱们团有表演 你能参加吗 可以的 不会耽误事 萧清如在文工团的人员很好 去领导办公室的路上 一直有人跟她打招呼 她知道 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沾了父亲的光 因此和别人相处 很注意分寸 萧清如认为 人和人之间的交往 保持安全距离 对双方都有好处 办公室里 团长问萧清如 伤口恢复的怎么样 已经养好了 多谢领导关心 看着萧清如 沉吟片刻 下个月咱们有演出 你应该听说了吧 萧清如点头 来的路上已经听说了 团长 您是有什么顾虑吗 确实有顾虑 你的伤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你是舞蹈演员 表演的时候 免不得要有大动作 我怕你那里还没好全 到时候二次受伤怎么办 萧清如知道 领导是在关心她 不想让人为难 我服从团里的安排 这是个好苗子 团长也想好好栽培她 每一次演出的机会 对于舞蹈演员来说 都是至关重要的 但她确实担心 要是太过着急 留下了后遗症 那就得不偿失了 毕竟下个月月初就要表演 满打满算 也不过只有半个月的时间 你现在还年轻 以后有的是机会 春节时还有一次会演 你现在就着手准备吧 到时候团里给你一次 独舞的机会 你可得好好表现 争取为咱们这个集体争光 萧清如立正经理 保证完成任务 行了行了 办公室里就咱们两人 没必要这么一板一眼 清如 我知道 你是个有潜力的孩子 这次没能让你登台 你心里可别有情绪啊 萧清如不是不知好歹的人 再说了 这是一个集体 服从命令是应该的 团里给了我独舞的机会 我高兴还来不及 不会有情绪的 那好 距离春节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你好好准备 争取一次性 让人看到你的实力 是 萧清如前脚离开领导办公室 后脚就有人去打听 他们的谈话内容 听说下个月的文艺会演 萧清如没有上台的机会 有人为他遗憾 也有人暗自窃喜 一个关系户 就不该给他那么多机会 还没来得及去 安慰萧清如呢 又听说春节的时候 他居然有独舞的机会 幸灾乐祸的人 再也笑不出来了 有人的地方是非就多 萧清如知道 部分人对他有意见 觉得 他是靠了家里的关系 才进的文工团 但其实13岁时 他就已经被舞蹈队队长看重 只是那个时候 他还在上学 不想放弃学业 因此一直到高中毕业 才进的文工团 萧清如明白 团长最后那番话的意思 如果他演砸了 在别人的眼里 他真就成关系户了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他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第14章 不是意识冲动 清如 外面有人找你 顿了顿 补充道 是江同志 萧清如眼里 快速地划过一丝烦躁 却还是笑着 对队友说 辛苦你传话了 客气 这对未婚夫妻的事情 早就已经传遍了 这时候 大家难免有些同情他 家世好 人长得漂亮 跳舞的时候 就是全场的焦点 可就是这样的人 居然也得不到男人的珍惜 真的太可怜了 各方面都拔尖 又怎么样 在爱情这场战役里 还不是比不过乡下来的村姑 只这么一想 嫉妒萧清如的人 心里好受多了 顶着众人异样的眼神 萧清如出了排练室 以前江川只要有空 就会来文工团找萧清如 但今时不同往日 现在的他心里没底 也不知道清如会不会见他 算算日子 他们已经有大半个月没见了 这种情况 以前从来没出现过 江川很想萧清如 想要跟他道歉 想要告诉他 他不想分手 更不想退婚 但每次去萧家 他连门都进不去 没办法 只能来他工作的地方找人了 用力的捏了捏手心 才发现早已经汗湿了一片 深吸一口气 告诉自己不要怂 今天必须要和清如复合 再这么冷战下去 他都要疯了 心心念念的姑娘 翘生生地出现在眼前 江川的眼神瞬间亮了 像是枯木冯春 九汉冯甘霖 哪怕什么都不说 什么都不做 只要看着萧清如 所有不对劲的地方都消失了 也是这个时候 江川才知道 原来萧清如对他的影响这么大 身体快于意识 已经先一步迎了上去 清如淡漠疏离地看了他一眼 你跟我来 说完 先一步离开 江川摸了摸后脑勺 这个地方人来人往 确实不是个说话的好地方 连忙跟了上去 不敢和他并排走 只能落后两步 看着女子纤细修长的背影 江川生出了一丝恍惚 以前的清如从来不会背对着他 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他觉得清如好像瘦了 是身体还没养好吗 去到一个无人的地方 萧清如停下脚步 面无表情地 看着他曾经爱过的男人 可能是失望的次数太多了 对那段感情彻底绝望 这段时间 萧清如一次都没想起过江川 如果对方不来找他 慢慢地 这人真就从他的生活里消失了 江川含情默默的眼神 让萧清如不舒服 眉心微醋 沉声道 有时说是 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浪费 与其太过冷漠 仿佛要把人冻伤 江川心里苦涩 那天在病房 他的态度 好像没有冷漠到这种程度 他现在道歉 还来得及吗 对不起 如果你来是为了说这些没有意义的废话 那你还是回去吧 我的时间很宝贵 不想浪费在不值得的事情上 萧清如刚迈出一步 就被江川握住了手腕 着急道 清如 别走 你做什么 像是碰到了什么脏东西 萧清如猛地甩开他的手 同时后退两步 和江川拉开距离 眼里是赤裸裸的厌恶 克制着怒意 江川 知道我为什么会来见你吗 男人的眼里满是迷茫 他也不知道 清如为什么愿意见他 但从他的态度来看 总归不是心里还惦记着他 萧清如自顾自地说道 因为我怕丢脸 丢脸 江川喃喃自语 脑子里也是晕乎乎的 实在不明白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他来找他 是丢脸 江川死缠烂打的样子 真的很难看 看在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 请你体面一些 你愿意丢人 但我不想被看笑话 萧清如眉眼之间的荔色 刺痛了江川的心 笛声说道 我不是死缠烂打 既然不是 那就请你不要再做这种丢人的事情 你不在乎自己的脸面 但我在乎 我不想和你分手 我们和好行不行 秦如我真的不想和你分开 来人面上的痛意不似作假 但萧清如并没有因此而动摇 痛吗 曾经的他更痛 而且还不止痛了一次 所有的一切都是他自己的选择 又何必来他面前惺惺作态 我们复合 长辈那边我会去父亲请罪 需要我再提醒你一遍吗 我们已经分手了 退婚了 以后再也没有关系了 这些话 每听一次都是在戳江川的心窝子 可他还是没办法离开 我为那天的事情向你道歉 你是个好女孩 我不应该指责你 你的道歉对我来说一文不值 我唯一想要的是你别再来找我 以后见了面 也只当陌生人 江川掐着手心 才能克制住翻涌的痛意 抱歉 我做不到 我们好聚好散 别逼我恨你 哼 清如不是爱他吗 为什么还能轻飘飘地说出这个字 这一定是假的 他还在闹脾气 只要哄哄他就好了 你想让我怎么做 只要你能原谅我 我什么都愿意 淡淡地看了眼慌不择言的男人 以后别再来文公团找我 我觉得恶心 脚步声渐渐远去 江川心里像是破了的口子 很疼很疼 可他已经没有勇气再追上去了 他承受不住清如厌恶的眼神 更承受不住他的恨意 要怎么做 才能挽回清如 他真的不想失去的 直到萧清如的背影消失 江川浑身脱了力 连站着都很艰难 忍不住弯下了腰 没见面的时候 尚且可以自我安慰 觉得时间一长 萧清如也就消气了 可现在 亲眼见到过他眼里的厌恶 江川再也没办法自欺欺人 原来 清如说的分手不是一时冲动 他真的想要离开他 第十五章 我帮你留下 江川失魂落魄地往家里走 路过家属楼的时候 见杜婉秋抱着孩子 在楼下晒太阳 原本不想管的 可想到孩子那么小 天寒地冻的 怎么经受得住 忍不住说道 孩子现在还没满月 天气这么冷 就别带他出来了 着凉了 还得打针吃药 他的犹豫和迟疑 杜婉秋都看在眼里 刚才他是不是去找萧清如了 不过看他的样子 应该是不花散了 也对 像萧清如那么骄傲的人 怎么可能会容忍自己的对象 一次次选择别人 想到孩子满月以后 自己就得离开这儿 杜婉秋没空 在想萧清如的事 一开口就带着哽咽 江同志 我不想回老家 你能帮帮我吗 我帮得了你一时 帮不了你一世 迟早都是要离开的 我知道 这会让你为难 但是我老家的情况 也是知道的 如果我们娘俩回去 能不能活下来 都是问题 江川眉心紧促 事情没你说的那么夸张 看在孩子的面上 你婆婆也不会太为难你们 杜婉秋摇了摇头 你不了解我婆婆 在她看来是我客夫 才让她没了儿子 回去以后 我和小宝肯定没有 安生日子可以过 我自己倒是没有什么 可是小宝还这么小 要是出了点什么事 我还有什么脸 去见孩子她店 提起自己的好朋友 江川为难了 可有些事情 不是她能决定的 要不你先回老家等消息 萧伯父说会 有人关照你们的生活 还会尽力 帮你解决工作问题 有了工作 就可以住宿舍 到时候 你婆婆就没办法 干涉你的事情了 杜婉秋抹了抹眼泪 外面的工作 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哪有空余的岗位 可以安排给我 而且我要是去工作了 谁帮我带孩子 这确实是个问题 可如果不工作 就避不开老家的那些人 除非他不回老家 一直留在这里 一时之间 江川也拿不定主意了 见江川没像以前那样 第一时间保证 会全力以赴地帮他 杜婉秋心里焦急不已 江同志 你能帮我留下吗 我也不想为难你的 可是我没有办法了 在这里只有你愿意帮我 我和小宝唯一能依靠的人 也只有你 如果回了老家 我和小宝真的活不下去 求你了 行吗 杜婉秋的眼泪 像是往江川的心口上 撒了一把盐 外面工作不好找 住房也紧张 弄点吃的 更是难上加难 再有个不讲理的婆婆 他们孤儿寡母的日子 真的不好过 他这么无助 这么可怜 看着他的眼神 就像他是唯一的救命稻草 充满期待 却又闪烁着绝望 仿佛身处悬崖 是生是死 全在他的一念之间 江川听到自己的声音 他说 好 我帮你留下 杜婉秋破涕微笑 兴奋地拉了拉江川的衣角 江同志 谢谢你 你可真是个大好人 其实 说完话 江川就有些后悔了 不应该冲动之下 揽下这桩火 毕竟这是太大了 和以前的举手之劳不一样 可男人说话要算话 出而反而 总归是不好的 而且杜婉秋这么高兴 他实在做不出来给人希望 又让人绝望的事 那也太缺德了 收敛心思 看了眼孩子 脸蛋都被冻得红彤彤的 好不可怜 外面很冷 快带孩子回去吧 杜婉秋连连点头 江同志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嗯 事宜他先上楼 杜婉秋一步三回头 最后给了江川一个大大的笑容 这才快步走上楼梯 饭要一口一口吃 有些事情急步的 目前最要紧的是留下来 只要能留在家属院 再加上手里的那笔钱 他以后的日子 肯定会过得很好 比肖金如还要好 杜婉秋心想 他不能干等着 得做好两手准备 江同志 来看杜同志啊 路过 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喝你们俩的喜酒 毕竟你现在已经和杜如退婚了 大家都是自由身 你和杜同志组建家庭 也没人会说什么的 江川的脸色沉了下来 什么结婚 不要造谣 以后我不想再听到这种话 嗨 你每天来找杜婉秋 不是想娶她 还能是啥 反正现在你们之间没有阻碍了 那就娶了呗 以后还方便照顾她和孩子呢 真是胡说八道 江川气得一口气 差点没上来 他从来没想过 娶杜婉秋 对她也没有那个意思 难怪轻如死活 不肯和她复合 肯定是听多了这种话 被影响了 深呼吸 告诉自己 不用跟这些人解释太多 不然极有可能越描越黑 只要她没做出格的事 别人爱怎么说 是别人的事 哎 我话还没说完呢 你怎么就走了 一直没说话的王嫂子 扯了扯身边之人的袖子 你疯了 这些话是能随便说的吗 我就是看不惯楼上那个 看不惯 不跟她来往不就行了 说这些有的没的 做什么 小心给自己招麻烦 中年女人撇了撇嘴 是她们做事没分寸 还怪我说话不好听 王嫂子叹了一口气 杜婉秋也是可怜 一个人带孩子多不容易啊 要是再找个靠谱的男人 这也是好事一桩 找男人没问题 但是不能找有主的男人 中年女人翻了个白眼 还真是男人手短 前段时间 你照顾杜婉秋 受人家好处了吧 王嫂子善善的笑了笑 也没收多少 行了行了 我要回家做饭了 这两人之间的事没完 我就等着看好戏了 中年女人跨着篮子 里面装着从别人家换来的萝卜 哼着不知名的小调回家 江川和杜婉秋的事情 王嫂子知道的多一些 这会儿莫名也生出一种感觉 这事可能真没那么容易收场 毕竟萧家和江家都已经退婚了 足以说明事情的严重性 王嫂子心想 自己和杜婉秋关系好 要是她真能嫁给江川 以后有啥好事 肯定是落在自己头上的 只这么一想 心里的天平就偏向了杜婉秋 希望她多嫁近啊 第十六章 肖清如的期盼 肖清如下班回家 听说了江川和杜婉秋的事 江川不知道怎么想的 非要让她爸帮忙 把杜婉秋留在家属院 气得她 爸差点和她断绝父子关系 白天的时候 他们还来咱们家找我唠嗑 说着说着都哭了 你说这江川也真是的 他把杜婉秋留下 不就意味着要负担他的下班辈子了吗 这么重的责任 可不是那么好扛的 而且这一扛还得扛一辈子 不然以后出点什么事 江川不得被人埋怨死 一个男人 要怎么负担一个女人的下半生 这不是醒而易见的吗 也不知道 江川是真傻还是装傻 幸好清如还没嫁给江川 不然现在非得后悔死 肖母一边说 一边留意女儿的表情 见她神色未变 脸上满是坦然 就像在听一个无关紧要之人的消息 并没有因为江川和杜婉秋的事情 坏了吃饭的胃口 肖母心里忍不住高兴 看样子 女儿是真的放下了 大家同住一个家属院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不可能完全避开江家 肖母这时候 说起她们的事 一方面是想看看女儿的态度 另一方面是觉得 有些问题越是刻意回避 越会加深存在过的痕迹 她们要是拼命逼着江家 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们家清如 有多放不下江川呢 哼了一声 得让所有人看看 她们一点都不稀罕江川 错过清如 是她的损失 肖怀叔看了眼妹妹 想着 还是应该帮好兄弟吧 妈 吃饭的时候 别提倒胃口的人 以后也别提 不然我这暴脾气 哪一天非得去揍她一阵不可 大家要不得 肖母忙说 行行行 不提了 反正也和咱们家没有关系 爱咋咋地 给儿子和女儿 一人添了一个馒头 天气冷就要多吃点 身体才暖和 妈 你也吃 肖青如给母亲 成了晚热腾腾的稀饭 再把自己面前的馒头 一分为二 我一个人吃不完 肖母自然而然的结果 明早上妈 给你煮鸡蛋吃 到时候再放点姜和红糖 保准你一整天 身子都是暖的 因为肖青如在雪地里冻过 肖母就想着 帮她调理身体 要是留下病根就不好了 小许带来的那篮子 够你吃一个月了 等吃完了 妈再去供销社买 或者去老乡家里换一点 妈 大家一起吃呗 我一个人吃毒食 多不好意思 你是病人 而且还是开刀做了手术的 吃点好的补补怎么了 生病的人是我 出力的人却是你们 大家一起补补 也挺好的 肖父哭笑不得 咱们家的条件 不至于吃不起鸡蛋 不用过得这么紧巴巴的 票据没了就跟我说 我来想办法 肖怀叔从大衣口袋里 掏出一打票 妈 您先拿去用着 仔细一看 有粮票 肉票 油票 五花八门 你的津贴和票据 都自己攒着 以后还要用来娶媳妇呢 钱我攒着呢 把票放到母亲面前 我都二十多岁的人了 总不能在家吃白饭 那妈就收下了 有需要的话 你跟我拿 行 这次肖金如生病 让肖母彻底明白 什么叫身体 才是革命的本钱 于是 大气的说 我以后每天给你们一人 煮一个鸡蛋 别忘了你自己的 我又不上班 吃那么好做什么 这话饭桌上的人都不认同 肖怀叔说道 您怎么没上班 您的上班地点是家里 工作内容是洗衣 做饭 打扫卫生 这哪样不是辛苦活 吃个鸡蛋怎么了 肖青如附和 您一个人干几份工作 是咱们家贡献最大的人 爸 您得给我妈发工资 我的工资不都上交了吗 哪还发得出来 肖母被一双儿女哄得心花怒放 你爸都比脸干净 还得我给她发零花钱呢 肖父一脸尴尬 可 吃饭吧 笑着看了眼丈夫 行吧 在孩子们面前给她留点面子 丈夫体贴 孩子们懂事 并未因为她没有工作 赚不到钱而看不起她 肖母的心啊 满洋洋的 她也不知道 自己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运气 碰上这样的丈夫和孩子 老肖 你多喝点粥 这个好消化 哎 年纪大了 只能喝粥了 这话说的 不知道还以为我亏待了 谁敢这么以为 你跟我说 我去跟他说道说道 晚上吃多了 本来就对身体不好 你这是关心我吗 好好吃你的饭 看着父母的相处模式 肖清如心里是羡慕的 父亲在外人面前很有威严 但在家里 他也只是个普通男人 原本以为 他和江川有青梅竹马的情谊 感情会更好 更深刻 可终究还是他自作多情了 虽然现在 只想好好跳舞 发展事业 但肖清如的心里 还是有一种期盼 期盼着自己日后的丈夫 也能如此 他所求不多 只要对方人平好 任何时候 都能坚定地选择他 就足够了 第十七章 极度的滋味 江川没能说动父亲帮忙 如果是以前 他可能会请肖清如说情 毕竟这是对于肖父来说 不难办到 可现在两人的关系彻底闹僵 肖清如还明确表示过 不想再和他见面 江川是真的没办法了 而且 他也怕再拿杜婉秋的事情 凡肖清如 会把对方越推越远 抱歉 我辜负了你的信任 杜婉秋很不甘心 他留在这里 又不会爱着别人的事 为什么所有人 都要欺负他们孤儿寡母 还有江川 他就这么放弃了吗 明明还有几天时间 为什么不能再努努力 强颜欢笑道 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 或许这就是我们娘俩的命吧 不能留下来也没事 再哪不是活 你别自暴自弃 以后有什么困难 可以给我写信 只要我能帮得上忙 绝不推辞 拿出早就准备好的钱盒票 这里有一百块钱 你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 以后会用得上 手指抹撒了一下 江同志 你已经帮我够多了 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不用你的钱 江川既然决定要给他 就不会反悔 收着吧 手里有钱以后 你们的日子也能好过去 杜婉秋感动不已 江同志 从小到大 你是唯一一个 对我这么好的人 像是说到了伤心处 眼泪大颗大颗落下 又被快速的擦去 杜婉秋把钱塞回江川的手里 有你这份心意就足够了 这笔钱不是小数目 我是万万不能收的 这是我给孩子的钱 我是看着他出生的 勤奋不一般 你的心意我心领了 钱你还是拿回去吧 不然回了老家 也会被婆婆收走 用不到孩子身上的 孩子在屋里大哭 杜婉秋什么都没说 进去给他喂奶 江川站在门口 静也不是 离开也不是 他是真的想帮杜婉秋 可能力有限 家里不愿意提供帮助 给钱给票 是他目前唯一能做的了 默默地进屋 把钱放在桌子上 什么也没说 就这么离开了 江川不知道 他前脚刚走 后脚就有人传出他 和杜婉秋孤男寡女 共处一室的流言 消息说的有鼻子有眼 有人亲眼看到他上楼 还有人看到 他从杜婉秋家出来 至于中间的过程 虽然没人亲眼看到 但只要联想一下 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流言蜚语就像一阵风 很快就闹得人尽皆知了 消母出去串门 也听说了这事 心想 幸亏他们家 亲如脱离苦海了 不然这会儿 得被人笑话死 江川不是总说 深圳不怕影子歪吗 这次看他怎么说 要知道 有些事情说的人多了 就会被当成真 再怎么解释 都没有用了 不然人言可畏 四个字是怎么来的 消母相信 江川和杜婉秋之间 没有窝出事 但他做事没有分寸 这就是错 这年头作风问题抓得严 不管流言是真是假 对江川还是造成了影响 被领导叫去办公室 谈话的时候 江川整个人都是猛的 他好心好意 去给杜婉秋母子送钱 怎么落在别人的眼里 就是行为不端了 他进屋半分钟都不到 这些人怎么能睁眼说瞎话 江川心里又乱又不安 脑子里盘旋着一个问题 为什么做好事 也会被人误解 难道就该看着杜婉秋母子 孤立无援吗 为什么没人理解他 这件事影响太不好 江同志 我们希望你能做个检讨 我和杜同志之间 什么都没有 我们相信你 不然也不会只是 做检讨这么简单 江川苦涩一笑 做了检讨 就相当于否认了他过去的说法 那他因为杜婉秋的事情 和轻如分手 甚至退婚 不就显得很可笑了吗 离开领导办公室 江川整个人 都是浑浑噩噩的 他想找个人倾诉心事 想要让所有人知道 他真的只是 看在好朋友的面子上 才会对杜婉秋多加关照 可他能找谁呢 江川恍然惊觉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的朋友们 都不怎么和他来往了 就连轻如 这个他原以为 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他的人 也抛弃了他 漫无目的地走着 不知不觉到了文公团附近 想起上次见面时的情景 江川停下了步子 他想见到萧轻如 又怕见到萧轻如 矛盾化为一把利刃 割得江川痛苦不堪 他不知道 接下来该怎么面对杜婉秋母子 也不知道要如何清洗那些流言 如果不能解释清楚 他在轻如的眼里 是不是更加面目可憎了 江川不停地问自己 为什么稀里糊涂 他和轻如就走到了这一步 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明明再过不久 他们就可以结婚了呀 在原地站了许久 视线里出现了 他心中正在想的人 不由自主地抬步 想要走向心爱的姑娘 却在看到 他身边的男人时 停下了步子 虽然只是一个背影 但他认得出来 那人是谁 江川神色一领 轻如什么时候 和许慕周走这么近了 两人不知道说了什么 轻如笑了起来 那样明媚的笑容 他已经很久没见到过了 江川第一次体会到了 极度的滋味 原来对着别人的时候 轻如也会笑得这么好看 第十八章 不要自欺欺人 前两天 你哥送来的肉包子 我吃了 味道很好 我只有两张电影票 听说这几天 团里给你放假了 你拿着和朋友去看电影吧 慧眼在即 可能还是担心 萧轻如会有情绪 队长给他放了假 萧轻如没有情绪 但谁不喜欢放假呢 趁着这段时间 他可以好好琢磨一下 春节慧眼时的毒物 领导给了他机会 他也不能让人失望 这事头天 在饭桌上他提过一嘴 徐木舟肯定是从 自家清歌那里听说的 心里暗道 这人还是个嘴碎子 另一边刚完成 悬梯训练的萧怀叔 打了个喷嚏 谁在背后骂他 见萧轻如没接 徐木舟把电影票往前一递 我一个大老爷们 不爱看这种东西 你要是没空去看 可以送给别人 家里那堆吃的还没解决完 萧轻如哪好意思 在收他的东西 要不问问你的战友 说不定有人愿意去看 问过了 他们都不爱看 被他幽深的眼眸盯着 萧轻如莫名有些紧张 不知道怎么就把电影票 接下了 定了定心神 徐同志 谢谢你的电影票 你什么时候有空 我请你去吃食堂吧 徐木舟暗纳住内心的狂喜 很想说他今天就有空 但要是今天就把机会用了 以后他想他的时候怎么办 不行 不能着急 做人不能太贪心 徐木舟这般告诫自己 我今天还有事 如果你真过意不去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萧轻如 这话听着怎么怪怪的 你什么时候有空 时间你来定 我这边都挺方便的 下了班基本就没事了 徐木舟思索片刻 等你假期结束 在一起吃食堂 到时候 我还是来文工团接你 也行 去家里吃的话 可能又要让徐木舟破费了 所以吃食堂是最好的选择 萧轻如把电影票 收进随身碑的 君绿色帆布包里 徐同志 那我先回家了 徐木舟抬了抬手 再见 注意安全 萧轻如对着他礼貌一笑 你也快回去吧 嗯 萧轻如没回头 也就不知道 徐木舟一直站在原地 目送他离开 眼神里有喜悦 爱慕和痴迷 徐木舟 你别打萧轻如的主意 高大男人淡然转身 眼里的柔情瞬间消失 徐木舟并不意外 江川在这个时候跳出来 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不当缩头乌龟了 想到自己刚才懦弱之力的行为 江川被噎了一下 萧轻如是个好女孩 你别伤害他 像是听到好笑的笑话 徐木舟吃笑一声 她是好女孩 不用你来告诉我 而且 从始至终伤害她的人 不是你吗 像是被戳到了痛处 江川力声道 我没做伤害她的事情 轻如只是听了那些流言蜚语 对我有误会罢了 徐木舟眼神一变 如同利剑出鞘 带着锋芒 看样子 你不认为自己做错了 也不觉得半路把轻如抛下 会伤害到她 你这样的人 连做对手的资格都没有 对手 徐木舟真的对轻如起心思了 江川眼尾泛起了一抹红 像是被人夺去了心爱的东西 只关节因为太过用力 发出清脆的喀巴声 我和轻如之间的事 你管不着 徐木舟我警告你 给我离轻如远一点 我和她的事 你也管不着 身后传来女子轻柔 而又坚定的声音 徐木舟回头 怎么回来了 是有什么事吗 有东西落在排练室了 萧轻如和徐木舟并排站在一起 看向江川的眼里 像是带着刀子 我说过的 你别再来找我 江川手足无措 再也没有了和徐木舟对峙时的气势 像个做错事的小孩 若若说道 我不是故意的 前言不搭后语 萧轻如也懒得给他留面子 我真后悔 以前和你谈过对象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我希望从来没有认识过你 他否认了过去的一切 甚至还巴不得 他们的曾经从来没存在过 语言如刀 每一刀都精准地痛在江川的身上 痛 真的太痛了 鼓起勇气 只是萧轻如的眼睛 我们真的没可能了吗 江川 不要再自欺欺人 我们之间早就已经结束了 苦笑道 好 既然你不想见到我 那我以后不再出现就是 拖着沉重的步伐转身离去 眼眶越来越红 需要用尽全力 才能克制回头的冲动 他在轻如的眼里 已经足够面目可憎了 不能再把过去的那些美好 消磨殆尽 江川清晰地意识到 萧轻如真的不会回头了 他们之间也没有以后了 第十九章 送萧轻如回家 萧轻如向许慕舟道歉 刚才的是不好意思 让你平白受牵连了 没事 如果他再来骚扰你 你可以告诉我 嗯 萧轻如像是没反应过来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表情有些猛 徐木舟手只动了洞 很想去摸一摸他的头 甲壳医生 我和你哥是好朋友 保护你是我该做的 以后有事可以找我 萧轻如笑着点头 听说今世那边的人 不管男同志还是女同志 都很仗义 看样子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 不过你有事我肯定会帮 用眼神示意 快去拿东西吧 我在这等你 不用不用 你刚才不是说还有事吗 先回去吧 不着急 要是有人再来骚扰你 我也好 帮你揍他一顿 萧轻如被逗笑了 你真的很像我哥 转身小跑着离去 我马上来 徐木舟不知道自己该哭 还是该笑 他可不想当萧轻如的哥哥 不过他们好像 又能多相处一段时间了 真不错 望了眼江川离开的方向 有机会得好好感谢他 不到五分钟 萧轻如就回来了 徐木舟到 走吧 其实我可以自己回去 这么大的阵仗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遇到了多大的麻烦 徐木舟语气野鱼 刚才还说我像你哥 你跟你哥也这么客气 这不是听说您是大忙人 怕耽误了您的时间 那就是我的罪过了 嘴角控制不住地上扬 谁给你的假情报 我自己猜的 经常听我爸夸你 我觉得 你这样的人 要么是天才 本来就天赋一饼 要么就是特别能吃苦 每天不停地训练 提升自己 没说自己属于哪一类 徐木舟轻笑一声 我就当你是在夸我 本来就是夸你 萧轻如眨了眨眼 这是他第一次 在徐木舟面前 表现出放松的一面 胸膛里的那颗心 又开始不受控制了 真的好想摸一摸他的头 再捏一捏他的脸 还想和他牵手 拥抱 不过是夸你两句而已 你的脸怎么红成了这样 这和你的形象不符啊 文言 徐木舟的脸更红了 特别是耳垂 红得快要低血 慢慢的 就连脖子也红了 萧轻如像是发现了 有趣的东西 看样子 许同志跟他们这些普通人 也没什么区别嘛 情绪也会写在脸上呢 手握拳底唇 清了清嗓子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我从小受到的教育 就是做人要谦虚 取得成绩的时候 听到的最多的话 也是不要骄傲 要继续努力 这还是第一次 有人当面夸我 这话萧轻如深有同感 周围很多人告诫过他 做人要借交借造 谦虚使人进步 骄傲使人落后 这些话 差不多贯穿了他短短18年的人生 不过他的父母会在私下里夸他 让他知道自己是有优点的 是被认可的 许同志 我爸说你是他见过的 最有天赋的飞行员 相信你以后会有一番大作为 许木舟眼眸弯了弯 希望不会让你失望 怪异的感觉又冒出来了 萧轻如抬头看他 只能看到一张刚毅的侧脸 收回视线 目不斜视地往前走 肯定是自己想多了 许木舟低头 能看到 姑娘梳得整整齐齐的辫子 精致小巧的耳朵 可能是因为天气冷的缘故 带着一抹薄红 睫毛长长地 时不时眨动一下 就像一只震翅飞舞的蝶 酥酥麻麻的电流 直往心里钻 放在大衣口袋里手 不由地握紧 什么时候才能离他再近一些 到了家门口 萧轻如邀请他去家里吃饭 这会儿也到饭点了 你去食堂多麻烦 要不就在家里对付一口 空着手来蹭饭 这种事情 许木舟干不出来 挥了挥手 你进去吧 我先走了 潇洒地转身 完全没有停留 萧轻如忍不住笑了笑 这人是不是怕他强行留人 等许木舟走远了 这才转身进了院子 妈 我回来了 饭马上做好了 要是肚子 就先吃点东西 垫垫肚子 放下东西 萧轻如进了厨房 妈 做什么好吃的 大冬天的能吃啥 探头看了一眼 锅上蒸着花卷 颜色黄灯灯的 很是漂亮 吃怎么弄的 看着不是一般的花卷 我跟隔壁的赵同志学的 加了点南瓜进去 颜色是不是好看多了 看着很有食欲 萧母得意到 还省了不少细粮呢 妈 做您的孩子真幸福 萧母脸一红 这孩子 今天怎么了 怎么这么肉麻 快去客厅吃水果罐头去 别在这里影响我 萧轻如笑了笑 真就出去了 没一会儿 又折返回来 用筷子夹着块橘子 妈 你也吃一点 萧母美滋滋地 接下了闺女的心意 她没说的是 她也因为有听话 懂事的孩子 而感到幸福 第二十章 流言蜚语 和萧家其乐融融的 氛围不同 江家已经闹腾的 鸡飞狗跳了 杜婉秋拖王嫂子 把孩子送来江家 自己跑了 哭哭啼啼离开的模样 让人不由地怀疑 她是不是要去做傻事 婉秋说 江同志肯定会照顾好孩子的 让我把人送来你家 怀里突然被塞了个 哭得面红耳赤的小婴儿 姜母快要疯了 这孩子和我们江家 无亲无故 为什么要送来我们家 这我就不知道了 孩子她娘就是这么说的 我只负责帮忙送来 别的事情和我无关的 你怎么把人带来的 就怎么把她带回去 别想赖 在我们家 这可是个烫手山芋 王嫂子不接 着急到 你们还是赶紧去找人吧 我见她往后山跑了 要是出了事 你们家江川就闯大祸了 姜母脸色一沉 什么叫闯祸 她是死是活 和我儿子有什么关系 别什么屎盆子 都往我儿子头上扣 话可不能这么说 要不是江同志去找她 能传出那种闲话吗 白天发生的事情 姜母已经听说了 还没想好 怎么为儿子洗清冤屈 没想到杜婉秋 又闹了这么一出 事情闹得这么大 要怎么收场 心里越着急 说话的语气就越充 什么叫我儿子去找她 那是去给她送钱的 感情这么劳心劳力的帮她 最后还是我儿子的错 这些话 你们跟我说了也没用 她一个没了丈夫的女人 一人一口唾沫不得 把她淹死 就算这次没出事 以后她还怎么嫁人 她这辈子都被江同志毁了 江母气的浑身颤抖 这真是个骇人精 她要死就让她死 一了百了 要不是理智尚存 怀里的孩子早就被她摔了 真要死 她怎么不带着这个小崽子一起死 江川不知道 事情为什么会闹成这个样子 她明明是在帮渡晚秋 怎么变成毁了她的人生 人命关天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给她思考 江川疼的站了起来 我去找她 说完 一阵风湿的跑了出去 江母站在门口 想让儿子回来 可又怕渡晚秋真的死了 那他们江家就真的完了 不只是儿子 还有孩子他爹 所有人都要跟着受牵连 哇哇哇 哭哭哭 你还有脸哭 小孩子听不懂大人的话 被人一顿吼 哭得更大声了 王嫂子任务完成 说道 那我先走了 这个孩子 只能暂时 有你们家照顾了 说完 跑得比兔子还快 江父下班回家 见妻子抱着个孩子再哭 一脸纳闷 哭啥呢 这孩子哪来的 渡晚秋的 他的孩子 怎么会在我们家 江父不确定地问 该不会是那小子抱回来的吧 江母把刚才发生的事情 说了一遍 江父站在原地 像是在消化事情的经过 沉默过后就是暴怒 之前我要收拾他 你非要拦着 现在好了吧 闯出更大的祸事了 你先别急 现在是个什么情况还不知道 先等儿子把人找回来再说 江父心里的怒火越少越旺 原本以为经历过退婚的事 江川会有所收敛 没想到 他越来越过分了 渡晚秋手里有斧续金 用得着 他去给人送钱 做事这么不知道分寸 以后怕是要闯下更大的火 在原地夺了几步 看了看手表 他出去多久了 快一个小时了 眼见着天都要黑了 江父担心会出事 我让人去找他们 这样大张旗鼓地找 事情岂不是彻底闹大了 你以为不找 事情就能捂住了 在家属院里 只要有点风吹草动 很快就会传得人尽皆知 江母心里清楚 这是瞒不住的 以后出门在外 他们一家人都抬不起头 忍不住又一次落泪 他们夹招 谁惹谁了 为什么这一年 跟倒了雪梅似的 或是一件接着一件 哭解决不了问题 你先照顾好渡晚秋的孩子 别让他出事了 免得最后 又给我们家扣一顶帽子 江母连连点头 道理他都懂 不然刚才就把这个小崽子 扔出去了 你快去找人吧 天黑了 山上危险 江父还没出门 江川就带着渡晚秋回来了 两人模样都很狼狈 还带着一身泥 江川扑通一声 跪在江父面前 没心跳了跳 江父沉声问 你这是什么意思 江母也说道 有事好好说 这么跪着 像什么话 你先起来 江川直直地 跪在长辈面前 眼里满是死寂 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光彩 侯姐滚动 艰难地说 爸 妈 我打算和杜同志结婚 两位长辈都惊呆了 结婚 这是在闹哪一戳 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 怎么可以这么草率 儿子 你别怕 这些流言蜚语过几天 就没了 你不能做糊涂事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妈 您不用再劝了 江母看向杜婉秋的眼睛里 像是要喷火 是不是你威胁我儿子了 不娶你你就去死 阿姨 我没有 杜婉秋往后色缩了一下 不敢和两位长辈对视 江川挪了挪膝盖 挡在杜婉秋面前 和她无关 妈 您别埋怨她 怎么会和她没有关系 她要是不寻死密活 早点离开家属院 你用得着娶她吗 这是我自愿的 因为她做事欠缺考虑 才会让人在背后 出杜婉秋的几两骨 她可以不在乎流言蜚语 但不能要求杜婉秋 也不在乎 是她毁了她的名声 那么应该由她来负责 江父看着跪在地上的儿子 你做好决定了 确定要和杜同志结婚 嗓子像是被胡住了一般 江川恩了一声 用力咽下不适感 我确定 我要和杜同志结婚 行 你已经是成年人了 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江母还想说点什么 被江父制止 等你们结了婚 你去和单位申请住房 从家里搬出去 这个孩子 你们自己照顾 我和你妈不会插手 以后你们过得好与不好 都与我们无关 有滚烫的液体不受控制 奔涌而出 爸 妈 对不起 你对不起的 何止是我们 江父手指颤了颤 她对不起的 还有清儒那孩子 她现在也看出来了 哪怕没有和清儒退婚 儿子终究还是会和杜婉秋纠缠在一起 也好 不要祸害了清儒 那是个好孩子 不应该跳进他们家这个火坑 江母无声的流泪 为什么事情会闹成现在这样 她看中的儿媳妇 明明是清儒啊 这婚一结 这对青梅竹马 就再也没有重新开始的机会了 早知道 事情会发展成这个样子 应该早点让儿子 把清儒娶回来的 第21章 据事理 萧清儒第二天不上班 是在母亲的嘴里 得知江川和杜婉秋 即将结婚的消息 等结婚报告下来 应该就要领证了 听说还申请房子了 以后应该是要搬出去住 昨天的事情闹得太大了 杜婉秋还要添乱 江川娶她 也是没办法的事 萧清儒拿着筷子的手 顿了顿 脑子里只有四个字 果然如此 当初江川一次又一次的 护着杜婉秋 她潜意识里 就觉得会有这么一天 因此短暂的失神过后 又恢复如常 他们已经没有关系了 江川要娶谁 都和她无关 咽下嘴里的食物 淡定的说 挺好的 到时候还能去吃席 萧母都佩服自家闺女了 这种时候想的 居然是吃席 哭笑不得的说 想吃什么跟妈说 妈给你做 暂时没有想吃的 吃完最后一口馒头 妈 我今天约了宋元 去市里看电影 午饭不用准备我的了 小宋回来了 嗯 这段时间太冷 学生没有预寒的衣物很难挨 所以学校给他们放假了 宋元在前进生产队 当小学老师 一两个月才回来一次 萧母知道 他们感情好 也不把萧清儒聚在家里 下午早点回来 还有路上注意安全 市里那些游手好闲的小伙子 别搭理他们 现在没学上 工作也不好找 半大的小子没事干 成天腰三和四处来压马路 萧母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 萧清儒傲娇的抬了抬下巴 您忘了小宋同志最擅长什么 而且您女儿也不是吃素的 你爸教你的那三脚猫功夫 要是真遇上市了 还不知道有没有用吗 没事 我跑得快 打不过就跑 你这丫头 别的我开心了 妈 那我出门了呀 我这个月的津贴下来了 回来的时候给您带红烧肉 行 没有红烧肉就带别的 知道 和萧怀叔一样 萧清儒的津贴也是自己拿着 只不过 他的工资和哥哥的没法比 只有三十多块钱 外面厂子里的正式工 每个月工资也是三四十块 还得养活一大家子人 没有养家糊口的压力 萧清儒比大多数人都幸福 每个月工资下来 请家人吃好吃的 会让他很有成就感 把铝皮饭和装包里 跟母亲道别 然后骑着自行车出了门 萧母还得站在大门口 高声提醒他 骑车慢点 不要摔了 你们家清儒今天不上班吗 住在隔壁的赵同志问 这几天休假 约了朋友去市里看电影了 年轻真好 我要是在年轻个几岁 也像清儒一样 花两个小时骑车去市里 萧母被逗笑了 年轻人精力旺盛 随便他们折腾去吧 听说江家那小子要结婚了 清儒没受影响吧 提起糟心的人 萧母脸上的笑容淡了些 我们两家已经退婚 男婚女嫁是正常的事 能受啥影响 她刚才还说 等着吃席呢 清儒是个心胸开阔的 福气还在后头呢 借你吉言 萧父的地位摆在那 他们家的闺女不愁嫁 等她和江川的事情彻底翻篇 应该会有不少人来家里提亲 萧清儒在家属院门口 和送员会合 对方把自行车停在路边 这会儿正拿着张饼子在看 看到萧清儒 掰了一半没咬过的递给她 我妈倒过的南瓜饼 用油炸的 你尝尝好不好吃 喜欢的话 下次让我妈多弄一点 你来我家吃 萧清儒摆手 我刚吃过早饭 这会儿吃不下了 你该不会是为了 江川那个狗男人伤心 所以才吃不下吧 你看我像那种人吗 宋元郑重地点头 语气坚定 像自己的好姐妹 曾经为了江川 干过不少傻事 这会儿说她彻底放下了 宋元是不幸的 萧清儒嘴角抽了抽 以前的我 不是现在的我 一日不见 还如隔三秋呢 我们都两个月没见了 你别用老眼光看我 看样子 是真的不在乎江川了 千真万确 宋元笑了起来 江川那样优柔寡断的人 配不上她的好姐妹 正准备拍萧清儒的肩膀 想起自己还没擦手 只能作罢 咱们还年轻 不用太早结婚 我跟你说啊 选男人一定要擦亮眼睛 不然下半辈子 可能都要被毁了 宋老师说的对 请问我们可以出发了吗 出发吧 把剩下的半张饼子包好 收进包里 在漫条丝里的擦了擦手 这才跨上自行车 两人并排而行 一边骑车 一边说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有家属院里的 也有宋元在生产队的所见所闻 哪怕不能经常在一起 但两人同样有说不完的话题 说来说去 话题最后 还是落在了江川和杜婉秋身上 我之前就觉得 杜婉秋这人心思深沉 也就只有江川傻乎乎的 觉得人家可怜 需要他的帮助 恨铁不成钢的模样 把萧清儒逗笑了 男女看待问题的角度不一样 若是她自己选的 和我们无关 我就是生气 她怎么可以为了一个 半路认识的人欺负你 她没有义务对我好 怎么没有 她是你的对象 是你的未婚夫 对你好 是天经地义 萧清儒纠正 是前任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幸好你们俩还没结婚 不然 宋元想到那种可能 就想回家属院 把那对欺负人的 狗男女打一顿 别提他们了 没意思 宋元恩了一声 心里却在想 她一个外人听了都这么气愤 清儒这个当事人的多委屈啊 有些人把事情做得这么绝 她的良心不会痛吗 不想破坏她的心情 转移了话题 你说这个电影票 是谁送的 许慕周 你们俩什么时候这么熟了 不熟 不过她是我的救命恩人 宋元倾笑一声 许慕周也算是年轻有为 人也长得不错 正好她还救了你 要不你就以身相许吧 萧清儒脸上的温度上升 别瞎说 我只是把她当哥哥 秦哥哥也是哥哥呀 你再说 我要掉头了 别别别 我不说了 我还想去市里买件新衣服 过年的时候穿呢 冷烈的风刮在脸上 很久才带走萧清儒脸上 异常的热度 第二十二章 偶遇 萧清儒等着吃习的说法 不知道怎么就传了出去 有人觉得她是嘴硬 为了面子好看 才故意这么说 也有人觉得 她是真的放下姜川了 毕竟她在文工团有工作 家庭条件又好 不缺男同志追求 但不管是哪一种 都挺让人唏嘘 曾经家属院里 人人称赞的青梅竹马 最后不仅分了手 还闹得这么难看 哥以前谁能想得到 杜婉秋真厉害啊 刚出月子 就要重新嫁人了 也不知道她男人知道了 会怎么想 人都不在了 还能怎么想 咱们唠嗑归唠嗑 可别拿不在了的人说是 哎呀 我这嘴 你说的对 江川明显是喜欢萧清儒的 现在却要和杜婉秋凑成对 也不知道 以后会不会成怨我 就像我家楼上的 吵架是家常便饭 她都已经是二十多岁的人了 什么是该做 什么是不该做 难道心里没谱 喜欢萧清儒又怎么样 不还是做了 让萧清儒不高兴的事情 我就不信 以前院里的流言蜚语 她没听到过 不过是心存侥幸罢了 当断不断 被杜婉秋赖上 也是她活该 别这么说 江川这人还是可以的 从小到大 也就做过这么一件糊涂事 最应该被唾骂的人是杜婉秋 明知道人家有未婚妻 还舔着脸 接受别人的帮助 现在好了 就连男人她都强去了 也不知道 她以后有没有脸出来见人 她要是有羞耻心 事情怎么会到这一步 你们就别替她害骚了 说不定她这会儿 正躲家里偷着乐呢 一个巴掌拍不响 两人各打五十大板 江川不是一直想照顾人家娘俩吗 现在也算是如愿以偿了 以后她肯定会后悔 别人的闲言碎语 江川不在乎 但听说萧清儒 也等着吃她结婚的酒席 心情低落到了谷底 她真的很绝情 说分手就分手 现在居然还放出这种话 来戳她的心窝子 难道她忘了 以前的她 一直在期盼着他们的婚礼 苦笑一声 现在想这些还有什么用 既挽回不了清儒 也改变不了 她即将要娶杜婉秋的事实 江川曾经幻想过结婚的样子 但在她的设想里 新娘一直都是萧清儒 江川知道自己没资格抱怨 也想振作一些 但自从知道萧清儒的心意以后 她的周身就笼罩上了阴霾 屈不散 不知道该如何排解 看着她愁眉不展的样子 杜婉秋善解人意道 江同志 你要是反悔了 现在还来得及 反正我们还没有领证 不对 就算领证了 也可以离婚 江同志 如果你真的放不下萧同志 不如去找他吧 可别因为我 错过了最应该珍惜的人 江川摇头 我不会反悔 不会再给别人 对你指指点点的机会 你安心等着婚礼就好 可我不想 你以后后悔 等萧同志嫁了人 你们真就没有机会了 现在也没有机会 清儒很讨厌他 每见一次面 对他的厌恶 就会加深一分 江川自暴自弃地想 既然娶不到喜欢的女孩 娶谁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不会后悔 以后我会照顾好你和小宝 你不用回老家 我们一起 把孩子养大 留在家属院 找个有出息的男人 保障他下半辈子的生活 这是杜婉秋想要的结果 可真到了这一步 他又忍不住想要更多 他想 江川忘掉萧清儒 还想江川喜欢上他 把他当成真正的妻子 而不是像之前说的那般 只是一场有名无实的婚姻 想要牢牢抓住一个男人 没有夫妻生活怎么行 既然江川招惹了他 就要对他负责 杜婉秋按了按心口 别急 等结了婚 他有的是机会 和江川生米煮成熟饭 扶了扶尔多旁边的碎发 杜婉秋嘴角戴上柔柔的笑意 如果哪天你想回头找萧同志了 我们就离婚 江川本该一口否认的 但他什么也没说 杜婉秋用力地掐着手心 维持着脸上的笑意 我今天要去一趟市里 你有什么需要买的东西吗 我给你带回来 这会儿都中午了 明天再去吧 或者等我下次休假陪你去 会不会耽误你的正事 不然我还是自己去吧 不会 把婚前需要说的事情都说清楚 江川就离开了 一刻都不愿意久留 杜婉秋也没在意 总得给男人一点时间 让他适应新的身份 以前的萧清儒 就是把江川看得太紧了 这个号称家属院里 最漂亮的女孩 杜婉秋心里就充满了成就感 抓不住男人的心 长得漂亮又有什么用 杜婉秋心情好 抱着孩子哄她睡觉 这可真是她的福星 之前能留在家属院 就是因为她怀孕了 不适合坐长途火车 虽然不愿意承认 但杜婉秋心里明白 江川对她的照顾 有一部分原因 也是因为这个孩子 小宝 以后你就是江家的长孙了 你高兴吗 你要乖乖长大 只要你有出息 江家人肯定会对咱们娘俩刮目相看 孩子很快睡着了 杜婉秋就这么一直抱着孩子 对她叙叙叨叨的说个不停 有些事情压在她心里太久了 她需要意图为快 而孩子就是最好的倾诉对象 不用担心 她会把事情捅出去 另一边的萧清儒和宋元看完电影 去国营饭店吃饭 刚进门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许同志 你怎么会在这儿 出来办事 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们 是挺巧的 许慕舟说道 要不一起拼个桌 萧清儒看向宋元 无声询问她的意见 宋元性格开朗 再加上知道 许慕舟是萧清儒的救命恩人 自然是要给面子的 那就拼桌吧 找了个靠窗的位置 你们想吃什么 我去前台点菜 萧清儒视力好 可以清晰地看到 前台处白纸上写的菜名 因为是限量供应 能选择的东西并不多 我想吃牛肉面 我跟清儒一样 两人把提前准备好的钱 和票给许慕舟 麻烦你了 许同志 客气 大大方方收下 他们给的钱盒票 许慕舟去前台点餐 萧清儒从包里拿出饭盒 我还得给家里 带一份红烧肉 这会儿正式饭点 宋元说道 我帮你们看着座位 你去点菜吧 我快去快回 许慕舟偏过头看她 还要点什么 红烧肉 带回去给我爸妈吃 许慕舟勾勾勾唇 真是个孝顺的小姑娘 怎么办 好像更吸引人了 宋元手撑着下巴 看着那一男一女的背影 男的高大 女的鲜柔 只看背影 就般配得不得了 许慕舟是怀树哥的朋友 人品肯定有保证 而且听说她飞机开得很好 前途也是一片光明 如果他们真的能成 好像也挺不错 第23章 逛宫萧舍 点了菜 许慕舟和萧清儒一起回来 自然而然的 在萧清儒对面落座 电影看了 萧清儒像个小学生似的 乖乖点头 看了 多谢你给的电影票 单位上发的 我不爱看电影 放我手里 也是浪费 萧清儒突然问 我哥的电影票哪去了 许慕舟 宋元咳了一声 怀树哥肯定也是送人了 票据这种东西 互相交换也是常识 看向许慕舟 许同志 以后有用不着的东西 都给清儒 我们来帮你解决 许慕舟顺着台阶下 这个提议不错 浪费是可耻的 见他这么上道 宋元就知道 这人对自己的好姐妹 是有想法的 如果没有好感 应该和他们保持距离才是 毕竟男女有别 想想也是 但是有萧伯父和怀树哥把关 这人肯定是很不错的 忍不住偷乐 以后清儒被别人追走 江川那张脸不得气绿了 活该 让他欺负清儒 这时 前台那边的服务员 对着他们高喊 三碗牛肉面好了 红烧肉也好了 我去端 萧清儒起身 一起 宋元不去凑热闹 那我留下看位置了 最后 是许慕舟跑了两趟 把三碗牛肉面端过来 萧清儒则负责拿红烧肉 因为是在饭盒里装着的 直接收进了包里 许慕舟的牛肉面是大碗的 但萧清儒觉得 应该不够吃 于是给他买了两个馒头 你请我们看电影 我们请你吃饭 来人心里一个咯噔 今天把饭请了 之前约好的一起吃食堂 是不是就泡汤了 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早知道刚才不来国营饭店了 萧清儒没注意他的眼神 自顾自抖 今天随便吃点 过几天 去食堂 我请你吃鱼 许慕舟放心了 原来下一次的约会还作数 你喜欢吃鱼 秦儒最喜欢吃鱼了 各种做法他都喜欢 家属院后边的山里 有个小湖泊 许慕舟琢磨着 什么时候约萧槐叔去钓鱼 我这里还有章鱼票 待会儿去买条鱼 你拿回去 让伯母做给你吃 这怎么好意思 萧清儒连连拒绝 不能再让你破费了 没事 过几天 你不是要去食堂请我吃鱼吗 一样的 萧清儒摸了摸额头 怎么觉得 他欠许慕舟的越来越多了 看样子 还得多请他吃一顿饭 宋元差点笑出声 清儒虽然谈过恋爱 但还是嫩了点 这位许同志不简单 一套一套的 强行和清儒拉上关系来 也不知道怀叔哥 知不知道这人的心思 要是知道自己引狼入室 怀叔哥可能会气死 看清儒这样 应该不讨厌许同志 看样子 还是有戏的 笑什么呢 宋元连忙收敛笑容 哦 我觉得许同志是个好人 对女同志也体贴 以后谁要是嫁给他 应该会幸福的 肖清儒眼里带着怀疑 不会吧 他的好姐妹 被许慕舟勾走了 两人太过了解对方 只一个眼神 宋元就知道 肖清儒在想什么 我可不是三心二意的人 肖清儒莫名松了一口气 对于自己的反常 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如果宋元喜欢许慕舟 他接受了人家的那些好处 总归是不好的 姐妹喜欢的男同志 得避嫌 这是每个人都有的基本觉悟 快吃饭吧 吃完了陪我去供销社看看 我都几年没买衣服了 好不容易攒够了布票 今天必须要花出去 肖清儒忍俊不惊 布票留身上 是会各的慌吗 是的 不花出去 老担心哪天会被我弄丢 肖清儒晚耳 这年头 大家有什么好东西 都是拼命地攒着 这种想法 真的很新鲜 吃完饭 许慕舟说道 我的事情已经办完了 待会儿我们一起回去 男同志陪着逛供销社 而且还是许慕舟这种 活在别人嘴里的天才 肖清儒和宋元 都觉得不自在 没有勉强 把鱼票给了肖清儒 在国营饭店门口 跟他们分开了 这人挺有风度的 说不让他跟着 他真就走了 毕竟厚脸皮这种东西 不是谁都有的 宋元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你说的对 如果换成江川 这时候肯定要死皮赖脸地跟着 不知道女孩子逛供销社 不喜欢和男同志一起吗 真是一点眼力见都没有 宋元觉得 找对象就得找个有眼力见的 这样才不会太累 难得来一次市里 肖清儒也想买些东西 补贴家用 于是除了鱼还买了一斤红糖 一斤海带 香菇之类的干货 原本还想买些鸡蛋 但考虑到骑自行车的不方便之处 只能打消了念头 除此之外 还买了两袋雪花糕 他和母亲一人一袋 夏天还好 冬天要是不擦点这个 皮肤会冻伤 宋元买了一件衬衣 你不是说过年穿吗 这个这么薄 你是真不怕冻啊 没事 到时候加一件军大衣 正好合适 肖清儒打去他 那人家就不知道 你穿新衣服了 宋元 好像是这个礼 没关系 开春了还能接着穿 因为有布票 一件衬衣买下来 也才十块钱 如果扯一块布 自己做衣服 会更实惠 买好东西 两人离开供销社 肖清儒看了严手表 已经下午三点了 回家 回吧 第24章 求之不得 肖清儒和宋元 骑着自行车远去 没发现不远处 有几个混混 被打得鼻青脸肿 缩在角落里 瑟瑟发抖 混混头子 大着胆子喊 我们什么都没做 你打我们做什么 什么都没做 心颤了颤 就是跟着他们 走了两条街而已 大路又不是你家的 凭什么 我们不能走 耍完横 弱弱的补充 而且 我们什么都没做 你把我打成这样 是不是太过分了 徐木舟冷漠的 逆着瘫坐在地上的人 警告道 真动了他 就不是挨打这么简单了 被他眼里的冷意吓到 混混头子连连摇头 我们只是 想跟他们做个朋友 你误会了 大不了以后 见了他 我们绕道走 行了吧 不该动的人别动 徐木舟跨上自行车 向着肖清如他们 离开的方向而去 他一走 有两个年纪小 胆子也小得混混 直接哭了 是谁说的 跟你们混 不仅可以吃香喝辣 还很威风 第一天出来就被打 以后再也不和你们玩了 我也不和你们玩了 我要去找工作 找不到工作 我就去下乡 耍流氓是大罪 我还没活够 什么耍流氓 别胡说八道 刚才的行为 就是耍流氓 混混头子脸上挂不住 呵斥的 那是交朋友 交朋友 你们懂吗 年纪小的 忍不住反驳 真要是交朋友 刚才为什么要偷偷尾随他们 不尾随女同志 我们也不会被打 摸了摸嘴角的伤 要是让人知道今天的事 回家我妈得打死我 看你这怂样 原本我还想好好培养你 看来不是一路人 以后可别说我们不带你玩 不玩就不玩 第一次跟着大哥们出来玩 就经历这种事情 半大小伙子 已经有了心理阴影 以后再也不敢和他们混一起了 要是再挨打 那也太亏了 而且耍流氓的下场很惨 他们真的不敢了 混混头子催了一口 刚才那女同志 真贪娘的漂亮 电影里的女明星 都没他好看 可惜了 没说上话 大哥 人家穿着军大衣呢 身份肯定不一般 咱们还是不要招惹 他们了 用得着你说 我本来就没打算做什么 混混头子爱了一声 可惜了 长这么大 他还是第一次见这么漂亮的人 皮肤比所有人都白净 眼睛又大又亮 笑起来 更是把人的魂都勾走了 跟个天仙似的 要是能和他说一句话 他愿意折售一年 走走走 回家 今天也是够倒霉的 居然遇上了个煞神 臭小子还想玩英雄救美 可惜人家女同志 压根就没发现他 回家的路上 徐木舟不远不近地 跟着肖青如他们 亲眼看着人进了家属院 这才彻底安心 骑着自行车去通讯市 给市里的公安局打电话 举报治安问题 听说居然有混混大白天地 跟踪女同志 立马表示 他们会加强治安管理 妈 这个红烧肉热一热 晚上夹着菜 肖母接过 看着女儿手里 还提着一条鱼 已经有红烧肉了 怎么还买鱼 许同志给的票 怎么又让人破费了 下次他给你东西 你可别收了 肖青如点头 所以等休假结束 我打算请他吃两天食堂 应该的 到时候给人打两个肉菜 不要舍不得 刻意叮嘱的话语 让肖青如哭笑不得 您看我像小气的人吗 肖母就是唠叨惯了 自家闺女的 为人他还是知道的 从小就知道 该省省该花花 大气得很 正好这段时间天气冷 可以把鱼风干 过年的时候再吃 您拿主意就好 妈 我给你买的包雪花糕 给您放在客厅桌上了呀 给我买的玩意干啥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哪还需要打扮 您才四十出头 年轻着呢 肖母笑着说道 去把东西归制好 等你哥和你爸回来 就可以开饭了 行 肖怀叔下班回家 听说许慕周 给自家妹子送了电影票不算 还给人送了票用来买鱼 牙齿都快咬碎了 这丝动作真是快啊 居然绕开他 做了这么多事情 他还以为许慕周 想见轻如 还得靠自己这个 大舅哥 给他安排呢 感情是他自作多情了 妈 我这个朋友不错吧 小雪本来就很不错 用得着你说 青年才俊 谁不喜欢 肖母自认 自己是个俗气的人 他就希望自家的孩子 跟小雪这种人做朋友 您这么喜欢他 那让他给您当儿子好了 肖母瞪了他一眼 开玩笑也要分场合 人小雪都不在 你在这叽叽歪歪什么呢 他求之不得 肖怀叔留下一个 意味深长的笑 去卫生间洗脸洗手去了 肖母扶置心灵 是他想的那个意思吗 是吗 是吗 第25章 想让许慕周当女婿 晚上 肖母跟丈夫 说起了许慕周 和肖清如的事情 要是小雪针对闺女有益 我觉得 这是好事一桩 肖父有自己的考量 并没有第一时间 赞同妻子的话 小雪这人虽好 但闺女嫁给他 免不得要吃苦 吃啥苦 你是觉得 他的家庭条件不拔尖 我听儿子说过 他们好像是双职工家庭 这个条件 已经算好的了 我是那种人吗 肖母追问 那你啥意思 我怕闺女走你的老路 吃你吃过的苦 那你当初 为什么让闺女 和江川订婚 肖父一夜 这不是他们看对眼了吗 我还能棒打鸳鸯不成 年轻的时候 肖父因为工作原因 经常不在家 因此 一直觉得亏欠了妻子 如果可以的话 他想让女儿嫁个普通人 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的过完这辈子 但真要把闺女嫁给普通人 他又觉得不甘心 只有优秀 努力进取的年轻人 才配得上他的女儿 肖父矛盾极了 哪怕丈夫说得不清不楚 肖母也明白他的意思 笑了笑 我这算什么吃苦 现在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 还有人吃不饱穿不暖呢 嫁给你以后 我就没受过苦 肖父也跟着笑了起来 再看看吧 秦如不一定喜欢他 嗯 慢慢来 秦如年纪还小 不着急嫁人 这种事情急不得 肖母虽然觉得 许慕周是个优秀的小伙子 这种事情还是得靠年轻人自己发展 要是有人插手 意思就变了 最好就是当做不知道 等着看结果就行 肖虚比姜川强多了 反正我是同意他 当我女婿的 肖父责了一声 八字还没一撇呢 别女婿女婿的念叨 闺女迟早要嫁人 你得摆正态度啊 还有 别琢磨着为难肖虚 肖父 他什么都没说 怎么就被看透了 我每天那么忙 哪有空为难他 你别多想 最好是这样 肖母洗漱过后 拿出女儿给买的雪花糕 他给你买你就用 别赏着 肖母恩了一声 别人都羡慕我们家有个贴心小棉袄 以前他还给姜家那位送过 现在看来是为了狗了 事情发生到现在 他一次都没来看过轻儒 行了行了 当初做这些事情 是闺女自愿的 他肯定也没想要人家的回报 以后大家各过各的日子 谁也别参合谁 道理都懂 可事情真落到了自家人的头上 肖母还是为闺女不值 以前的轻儒 不仅对姜川好 对姜家的两位长辈 也是没话说 还有人打去他 已经把姜家那两位当公公婆婆孝顺了 肖母心想 真心换真心 还是分人的 睡觉吧 别瞎想了 在想姜家的事 肯定又气得睡不着了 关了灯 肖家小院陷入了沉睡之中 休假的日子虽然很惬意 但肖青如也没忘记自己的正事 每天早上起床 先练两个小时的基本功 再听一会收音机 了解外面的事情 然后还要帮忙做家务 剩下的时间 要么就是和宋元在一起 要么就是排练舞蹈 明明是休假 却比上班还忙 就冲你这颗苦境 文艺慧眼的时候 肯定得奖 你别夸了 我怕自己会骄傲 宋元笑得一脸狡黠 有一说一 你跳舞的样子 真的很好看 信不信军区 有很多男同志暗恋你 肖青如咳了一声 是吗 也没见有人跟我表白啊 咋的 有人跟你表白你就同意了 可以考虑一下 得了吧 以前上学的时候 也有人追你 你溜得比兔子还快 一点机会都不给人家的 我现在单身 今时不同往日 宋元心里感叹 某些臭男人 怎么就没有这种觉悟呢 明明有未婚妻 还要和别人搅和在一起 见不见啊 想起前两天 遇到杜婉秋对方 那副得意的嘴脸 宋元就气不打一处来 要不是担心给宋家 和肖家惹麻烦 他真想给杜婉秋挤耳光 也是奇了怪了 都是爹生娘养的 怎么有些人 一点羞耻心都没有 我要是个男人就好了 到时候我就追你 把你娶回家 让那些臭男人都滚远点 不要来战辫 肖青如乐不可知 原来你对我 还有这种想法吗 不过 你要是男人偶 不一定喜欢你啊 宋元 能不能给点面子 第26章 破罐子破摔 肖青如收假 像往常那般 走路去上班 肖同志 十天以后 我和江川在礼堂举行婚礼 到时候 记得来喝喜酒啊 肖青如笑着 打量杜婉秋的身体 你身体真好 杜婉秋被他看得 浑身不自在 觉得肖青如 是在阴阳怪气地讽刺他 是嘲笑自己生过孩子 身材没他好吗 自卑来得又快又急 杜婉秋垂下眼眸 感觉自己像是被人扒光了 扔在大庭广众之下 被指指点点 拉了拉身上的旧棉袄 袖子那块已经起了毛鞭 和肖青如身上的军大衣 形成鲜明的对比 难堪 屈辱 一股脑涌了上来 杜婉秋已经开始后悔 刚才不应该喊住肖青如 艰难地扯出一抹笑容 只是那笑不是发自内心的 怎么看怎么别扭 你是舞蹈家 我们普通人的身材 跟你没法比的 肖同志 你也没必要贬低我们普通人吧 肖青如轻笑一声 我可没这么说 你别拉普通人垫背啊 肖同志 好赖话哦 还是听得懂的 看样子 你不擅长听人话 杜婉秋胸脯剧烈地起伏了几下 如果刚才是在暗绰绰地嘲讽他 那么现在就是光明正大的 骂他不是人了 肖同志 亏你还是知识分子呢 说话怎么这么难听 如果不是爱惜羽毛 肖青如都想简单粗暴地解决杜婉秋了 一脸真诚道 杜同志 我是在夸你啊 都没事 我说 你身体好 有问题吗 杜婉秋被赌得说不出话 心里也是纳了闷了 肖青如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伶牙俐齿了 看样子 以前的她都是装的 就为了让江川觉得 她是个温柔的女孩 真有心机 可惜江川不要她了 上班快要迟到了 肖青如懒得和杜婉秋掰扯 捡了别人不要的东西 还这么得意 看样子你挺擅长捡废品的 以后要是活不下去了 不用装模作样去后山 捡废品也是条出路 杜婉秋快要气炸了 低咒了一句 让你得意 还不是没有男人愿意要你 一转身 看到邻居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杜婉秋立马患上笑容 李嫂子出门呢 哦 看戏 跨着篮子 头一扭走了 杜婉秋心里忐忑不安 她刚才的声音大不大 那人有没有听清她在说什么 应该没有吧 因为担心自己骂肖青如的事情 被传出去 杜婉秋一整天坐立难安 要是因为这事 影响了自己的形象 让江家人对她心生不满 她不得亏死 如她所愿 事情还真传出去了 看她那小人得知的嘴脸 她在背后骂肖青如 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笑死 如果肖青如愿意和江川复合 那还有她的事 没想到肖青如斯斯文文的 居然也会骂人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事情要是发生在你们头上 你们怕是要打人了 肖青如的条件摆在那 有些人目光短浅 才会以为 抢走一个男人 就抢走了别人的一切 这就是跟脚屎棍 以后江家肯定会很热闹 听说江川的母亲很讨厌她 我得去给人通风报信 让他们心里有点普 可别以后被杜婉秋坑了都不知道 这样的儿媳妇 可谁都不喜欢 早上发生的事情 被添油加醋过后 传进了江母的耳朵里 传来传去 事情已经变成杜婉秋大庭广众之下 辱骂肖青如 而且好多人多看到了 亲眼所见的事情 做不得假 江母不喜欢杜婉秋 甚至可以说是对她厌恶至极 可儿子已经打了结婚报告 结婚的日子也定下来了 她能怎么办 和杜婉秋过日子的人不是她 领结婚证的人也不是她 孩子长大了 很多事情 他们已经做不了她的主了 不过这是让江母留了个心眼 等江川下班回家说给她听 你不是说杜婉秋脾气软和 是个容易被人欺负的软柿子吗 那她怎么敢找亲如的麻烦 江川沉默片刻 这种事情您听听就好了 千万别当真 无风不起浪 我倒觉得这个杜婉秋是个厉害的 妈 她不是这样的人 见儿子还是维护杜婉秋这个外人 江母没好气到 她要是不厉害 能让你点头同意娶她 江川有些恍惚 随后摇了摇头 把那些不该有的想法驱逐出脑海 杜婉秋也是流言蜚语的受害者 选择结婚 是因为她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不能让她死在流言里 这和杜婉秋厉不厉害 有什么关系 最应该骂的是那些成天无所事事 传闲话的人 如果不是他们嘴上没把门 事情怎么可能会闹成现在这样 所以并不是杜婉秋一个人的责任 江川的思维不断发散 结婚的事情怪不到杜婉秋身上 那今天的事情呢 她肯定是和清儒见面了 才会有这种流言传出来 真的是杜婉秋主动去找茬的吗 江川不愿意相信 但是又控制不住地怀疑 如果杜婉秋真的欺负了清儒 她又该怎么做 思来想去 江川发现自己两边都亏欠 两边都惹不起 除了稀释宁人 她什么都做不了 儿子啊 你要是想反悔还来得及 方法总比困难多 不一定非得娶杜婉秋的 妈 您是要我出尔反尔吗 与其赔上你一辈子的幸福 出尔反尔又怎样 这次 她只会更加丑陋 江川自暴自弃地想 她的幸福不重要 只要不再伤害别人就好 你真是没救了 以后后悔了 也别让我们知道 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劝也劝过了 儿子不听话 他们能有什么办法 江母彻底破罐子破摔 反正以后不住在一起 杜婉秋爱不了自己的眼 第27章 把话说开 约好了 一起去吃食堂 萧清儒下班了 就在文工团等着许慕周 不知道她几点来 又不想浪费时间 于是萧清儒一边等人 一边在练习舞蹈 这时候的她 脱下了军大衣 舒展着身姿 步伐轻盈 旋转的时候 仿佛所有的光 都聚在了她的身上 这不是许慕周 第一次看萧清儒跳舞 但还是忍不住入了迷 视线落在她的身上 就再也移不开了 察觉到灼热的视线 萧清儒回头 对上了一双暗潮汹涌的眼眸 四目相对之时 仿佛有什么东西 悄然发生了改变 即将破土而出 来人的视线 让萧清儒有些心慌 不敢再和她对视 连忙收拾好 自己的东西出来 不好意思 让你就等了 没关系 我也是当道 拿过萧清儒 搭在臂弯里的军大衣 为她披上 外面冷 别这凉了 这个动作太过亲密 如果萧清儒 还是反应不过来 那就是迟钝到家了 睫毛颤了颤 泄露了她的心绪 抬头 对上的是一双深沉的毛子 眼底暗藏的情愫 倾泻而出 萧清儒后知后觉 徐木舟 真的不是把她当妹妹 那么简单 她是个有份寸的人 不会无缘无故 为她做那么多事 她早该想到的 视线像是被烫到了一般 萧清儒立马收了回来 我自己来 男人喉结滚动 滴滴的恩了一声 她也想徐徐徒之 不想吓到小姑娘 可每次遇上她 自制力就开始崩塌 距离第一次见她 已经过去了一年 这份感情压抑得太久 她不想再遮遮掩掩了 她喜欢萧清儒 想要追求她 想和她结婚 组建属于她们的小家庭 态度已经摆在着了 萧清儒要不要接受 是她自己的事 她不会勉强她 选择权永远在小姑娘的手里 不敢再看许木舟的眼睛 萧清儒穿好大衣 再不走食堂 没有好菜了 姑娘低垂着眼帘 许木舟又看到了那只蝶 手痒痒的 很想去触碰一下 要适可而止 不能吓坏了小姑娘 许木舟这般告诉自己 走吧 两人并排而行 中间隔着一个人的距离 不远不近 气氛悄然之间发生了变化 一路上萧清儒没有说话 一直垂着毛子在走神 许木舟没有打扰她 这种事情 换成谁都要好好考虑的 只要别急着 拒绝她就好 小心 见萧清儒差点撞一旁的树上 许木舟连忙拉住她的胳膊 随后又快速地松开 哭笑不得问 我有那么可怕吗 让你头都不敢抬 萧清儒生平 第一次体会到了 什么叫尴尬 秉承着自己不好过 别人也别想好过的想法 理直气壮地回 不是你可怕 是你的行为可怕 我把你当哥哥 你把我当 我把你当什么 男人的语气里 有爷余还有期待 像是要引导萧清儒说出来 然后他就可以打蛇随棍上 你自己心里清楚 凶巴巴的模样 让许木舟联想到了炸了毛的猫 语气爷余 说话不能说一半 萧清儒深吸一口气 虽然心里有些不好意思 但还是觉得 应该和许木舟说清楚 不然不清不楚的 算是怎么一回事 萧清儒不抗拒发展新的感情 但她希望 大家都坦诚一些 不要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 干一些伤害人的事情 许同志 你别怪我多想 我问你一个问题 问吧 你是不是喜欢我 许木舟这人 平日里脸皮挺厚的 这会儿被心爱的姑娘当面质问 是不是喜欢她 心里莫名有些羞 耳朵尖尖都红了起来 没有逃避 直白地回答 嗯 我喜欢你 萧清儒又道 你虽然是我哥的朋友 但以前的我们 基本没有交集 你确定你是喜欢我 而不是一时兴起 想要找人谈恋爱 正好又挑中了我 许木舟不知道萧清儒怎么会这么想 连忙解释 不是一时兴起 从你第一次登台 表演我就喜欢你了 你很优秀 跳舞的时候很耀眼 我注意到你 并且喜欢上你 不是很正常吗 那如果有一天 不优秀了呢 或者说 我要是不跳舞了呢 这个世上会跳舞的女孩何其多 如果她喜欢的是这一点 萧清儒认为 他们的谈话 可以到此为止 我不否认 我是因为这一点开始留意的你 但你也别把我想得太索 不是谁跳舞好看我就喜欢谁 而是那个人刚好是你 才让我心动 心动这种东西就是这么奇妙 要是谁优秀 我就喜欢谁 世上优秀的人这么多 我不得累死 萧清儒差点被她逗笑了 兴慕原争 许同志 请你严肃一点 是 领导请指示 萧清儒手指蜷缩 捏紧了袖口 你应该知道 我之前订过婚 还和江川谈过恋爱 知道 所以那个时候 我不敢靠近你 也没让任何人看出我的心思 正是因为许木舟做事有分寸 没给她带来困扰 萧清儒才会选择和她说清楚 她怕自己耽误了许木舟 就像她把选择全给她一样 萧清儒也希望对方不要太被动 我一时半会儿 不会开始新的感情 许木舟松了一口气 没有直接说不喜欢她 让她以后离她远点 这就是目前最好的结果了 我知道 所以我不会比你在这时候做选择 只是萧清儒的眼睛 你只需要把我当成普通的追求者 哪天要是觉得我这人还行 就和我试试 好吗 萧清儒差点被她蛊惑 你别再给我送东西 既然我们没有谈对象 我花你的钱不合适 好 不送 我不确定最后会不会选择你 我喜欢你的时候 没经过你的同意 所以你要拒绝我 也不需要我的同意 你不要有负担 任何让她有压力的事情 她都不做 还是那句话 选择全永远在萧清儒的手里 这种被尊重的感觉 萧清儒并非一点触动都没有 和江川的那段感情 对方要做什么事 都是顺着她自己的心意 从来不顾及周围人的想法 就连后来和杜婉秋的纠葛 也没人在乎她的感受 如果那个时候 江川给她选择全 并且尊重她的决定 哪怕最后还是要分开 她也不至于这般厌恶她 或许 他们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那就各个各的 以后真的就是男婚女嫁 各不想干了 走吧 去哪 食堂 吃饭 许慕周笑了起来 看样子 小姑娘愿意给她机会了 她得好好表现 争取早日通过领导的考察 第28章 许慕周是天才 萧清儒和许慕周 一起出现在食堂 瞬间吸引了很多人的视线 没办法 男的英俊 女的漂亮 想不注意到都难 萧清儒还是舞蹈演员 本来就是活在大众的视线下 因此并没有怯场 你先找个位置坐着 我去打饭 无视周围人探究的眼神 说好了 今天我请你 而且我也想看看 有什么菜 行 那你站我前面 这会儿是饭点 食堂里排队的人多 许慕周不想让别人 离萧清儒太近 成保护的姿态 把萧清儒圈在 自己的保护范围里 看了一圈 肉菜只有羊肉 萧清儒给许慕周打了一份 再多打一份吧 我这还有肉票 萧清儒摇头 我吃了容易上火 少吃一点没关系 于是 许慕周又打了一份 萧清儒嘴角抽了抽 说好的他请吃饭呢 只能又点了两份饺子 这次不敢只点一份了 怕许慕周又要破费 他的心思明晃晃写在脸上 许慕周有些哭笑不得 他没有那么拮据 这几年也是攒下了家底的 打好饭菜 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所有人的视线 都跟着他们移动 心里不约而同地想 这两人是不是谈对象了 不然怎么会一起吃饭 有人牙齿都要咬碎了 他们知道萧同志和江川退了婚 还想着过段时间 再跟萧同志表明心意呢 没想到被开飞机的截胡了 如果眼神可以化为实质 许慕周这会儿 已经被射穿了 顶着众人极度的眼神 慢条斯理的吃饭 在小姑娘面前不能太粗鲁 众人又在心里暗骂 装什么斯文呢 萧清儒吃饭很秀气 许慕周吃完以后 他的吃食还剩大半 没有催促 就这么端坐在位置上看他吃 情人眼里出西施 许慕周觉得 自己喜欢的姑娘 做什么都好看 就连吃饭的样子 也是好看得很 男人的目光太过灼热 萧清儒怀疑自己 是不是要融化在他的眼神里 许慕周 嗯 不准再看 视线触及到萧清儒红的低血的耳垂 许慕周手握拳底唇 掩饰了嘴角的笑意 会害羞 这是个好兆头 我不看了 你慢慢吃 食堂的饭菜都很实在 分量足得很 萧清儒吃不完 只能用饭盒装着打包回家 你太瘦了 还是要多吃点才好 我这是刚刚好 徐慕周还是觉得他瘦 那妖系的他一手就能拦住 但考虑到萧清儒的职业特殊性 没再接着往下说 萧家的伙食 比寻常人家好多了 他应该不会营养不良 出了食堂 萧清儒就要和徐慕周告别 我送你 不用 我自己回去就行 徐慕周停住脚步 明天 还能一起吃饭吗 这副小心翼翼的模样 要是让他的战友见了 肯定以为这人吃错药了 萧清儒本就打算 多请他吃两次饭 点头 如果你时间合适 我这边没有问题 男人露出笑容 自带的距离感 瞬间消失了大半 到时候 我还去文工团接你 不用 直接约在食堂就行 好 听你的 萧清儒点头 那我先走了 嗯 路上注意安全 男人定定的站在原地 萧清儒的身影已经消失了 他也没离开 行行 更快望七十似的 也不怕被人笑话 萧怀叔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 拍了拍许慕周的肩膀 你小子最好收敛一些 要是让我听到 有人说 轻儒的闲话 我跟你没完 许慕周挑眉 放心 如果有人说闲话 我会告诉他们 是我喜欢轻儒 想要追求他 责任都在我身上 轻儒知道了 嗯 知道了 虽然不知道 萧清儒最后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但这一刻 许慕周的心里是很轻松的 总得让轻儒知道他的心意 他们才有接下来的可能啊 萧怀叔一脸复杂 轻儒不喜欢的男同志 他直接就拒绝了 看样子你 真有可能成为我的妹夫 谢了 口头上的道谢有什么用 你还不如给我传授点秘诀 行啊 去训练场 萧怀叔苦着脸 叫苦不迭 刚吃了饭你 也不怕吐出来 废话那么多 走 勾着大舅哥的脖子 两人哥俩好似的离开了食堂 这人是谁啊 你们知道吗 许慕周都没听说过 原来他就是许慕周 听说上面的领导很重视他 看样子 萧同志和他 真有可能成 有一说一 就算没有许慕周 咱们也没机会接受萧同志啊 人家家事那么好 我可没脸去追求人家 我也是 我家还是乡下的 总不能让女同志跟着我吃苦 这么一说 还是许慕周厚脸皮 也没听说他的背景多厉害啊 今世来的 条件差不到哪里去 就算是双职工家庭 和萧家也没法比啊 天才和咱们不一样 人家不靠家里 他立过功 有底气也正常 看到萧轻如和许慕周 一起吃饭的人不在少数 说什么的都有 不过顾忌着萧家的地位 没人说难听话 还有一部分人 在暗出戳的期 盼着萧轻如和许慕周在一起 气死江川和杜婉秋 宋元就是其中之一 许慕周是翱翔天空的鹰 而萧轻如是 绽放在舞台上的花朵 多半佩娜 第29章 照顾孩子 江川原本说好休假的时候 陪杜婉秋去市里买东西 但因为上次的留言 最终还是食言了 他不敢去求证 杜婉秋是不是真的找了萧轻如的麻烦 因为求证了也没用 他什么都做不了 仿佛只要不听 不看 就能当做一切都没发生过 他从来不知道 自己能懦弱至此 如果杜婉秋不是他想象中的软弱 那他之前做的一切又算什么 江川不敢直视的 或许是曾经的自己 虽然不陪杜婉秋去市里了 但他也不是什么都没做 从大衣口袋里 拿出提前准备好的东西 这些钱和票你拿着 给自己买点想要的东西 原本因为江川说陪自己去市里 杜婉秋还暗自高兴了好长时间 可事到临头 他却反悔了 杜婉秋不死心的问 我们明天就要结婚了 要不今天去市里拍张照片 结婚不一定非要拍照 江川心说 那是情投意合之人 才配拥有的东西 他们只是迫于无奈凑到一起 没必要弄那些形式 杜婉秋连忙找不 我的意思是 带小宝拍全家福 以后你就是他的父亲 等孩子长大了 还能拿给他看 给他讲这个时候的故事 江川侯姐滚动了一下 想说他不是孩子的父亲 等孩子再长大一些 还是要告知他实情的 他从来没想过 把这个孩子据为己有 唯一想做的是 替兄弟养大这个孩子 培养他成才 可看着杜婉秋 眼睛亮晶晶的模样 这些话就没法说出口了 不要在这个时候扫他的心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他们之间没有感情 要是再较真 日子真就过不下去了 全家福什么时候都能照 孩子还这么小 就别带他出远门了 来回折腾几个小时 他的身体受不了 杜婉秋知道 这是他推辞的借口 如果江川陪他去市里 他不用苦哈哈的骑自行车 可以风风光光坐吉普车的 又哪来的折腾 那个时候节外生枝 那今天只能麻烦你照顾孩子了 他没抢球 让江川狠狠地松了一口气 你放心 我会照顾好孩子的 杜婉秋笑着打趣他 以后要麻烦你的机会还很多 今天就当恋恋手了 江川连连点头 你快出门吧 早点出发 也能早点回来 虽然不满意江川赶人 但他的时间确实不多了 明天的婚礼 邀请的都是家属院里的人 他得风风光光地出现在他们面前 不能让人看了笑话 所以 今天要去买一身新衣服 明天争取让所有人都羡慕他 杜婉秋骑着自行车走了 江川坐在凳子上 看着窗外发呆 远远地看到肖清如走来 不由地站起来 想要推开窗子和他打招呼 又怕被他发现 他在杜婉秋家 明明和杜婉秋什么事都没做 这会儿 他却心虚得很 在肖清如抬头的时候 身体快于意识 往侧边躲了躲 肖清如以为又是杜婉秋 在看他 没心微醋 可这是他上班的必经之路 总不能为了个喜欢偷窥别人的人 就不去上班了吧 大清早的 好心情都被破坏了 听说了江川申请房子 为了方便 单位把杜婉秋现在住的房子 分给了他们 这也就意味着 以后他上班 还有可能遇到江川 这一刻 肖清如对这两人的厌恶 到达了顶点 加快脚步离开 江川重新回到窗前 这段时间他 虽然没见肖清如 但关于他的事情 却陆续续传入了他的耳里 听说他好像和许慕周谈对象了 两人相处得很愉快 还听说肖家人 都对许慕周很满意 前几天又邀请他去家里 吃了一次饭 越想就越嫉妒 哪怕知道自己 没资格管肖清如的事 他私心里 还是期盼着肖清如 不要和别人谈对象 至少不要这么快 接受别的男人的追求 江川了解肖清如的为人 一旦他接受了别人 就证明他的心里 再也没有他的位置了 只这么一想 心里就难受得不行 哇哇哇 孩子的哭声 换回了江川的意识 连忙过来哄孩子 因为没有经验 手忙脚乱之下 不仅没把孩子哄好 还让人哭得更厉害了 没办法 江川只能去找 隔壁的王嫂子帮忙 他这是拉了 你把他弄干净 再给他喂点 吃的就好了 江川一脸迷茫 杜同志不在 应该喂给他吃什么 去别人家讨口奶喝呗 不然就给他喂点米汤 等晚秋回来了 再让他喝个饱 这么小的孩子 能喝米汤吗 江川摸了摸后脑勺 这附近哪家生了孩子 王嫂子用眼神 示意了一下 楼下那家刚生了孩子 不过这年头 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 奶水这种东西珍贵得很 人家愿不愿意给我就不知道了 江川不能眼睁睁 看着孩子哭 我去试试 等王嫂子帮忙 把孩子收拾干净以后 抱着孩子下了楼 原本看到江川的时候 楼下的那家人 脸色还是正常的 一听要让杜婉秋的孩子 抢他们家孩子的粮食 立马不干了 杜同志很宝贝他的儿子 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要是喝了我们家的奶 拉肚子了怎么办 江川不确定地说道 只喝一次应该没问题 孩子太小了 不能马虎的 拉肚子这种事情可大可小 到时候杜同志 把责任算到我们头上 我们可负责不起 不管江川怎么说 那家人就是不同意 见孩子哭得可怜 最后只能把人抱回了江家 让母亲帮忙照顾 之前就已经说好了的 这个孩子我们不管 你把他抱回来 是故意气我们吗 妈 我知道您对婉秋有意见 但孩子是无辜的 而且这是我朋友唯一的血脉 您就帮帮我吧 江母骂骂咧咧 上辈子 你是不是觉得杜婉秋的祖坟 这辈子才会被他拿捏得死死的 妈 我知道您最心软了 但凡我有办法 也不会把人带回来打扰你 上辈子 我和你爸都欠了你 所以 这辈子也是爱还债的 江母嘴硬心软 儿子都这么求他了 他要是还不帮忙 岂不是让人看了笑话 而且他有句话说的对 孩子是无辜的 心不甘情不愿地接过孩子 给他弄了点奶粉 这还是清如去世里 给我带回来的 我一直没舍得喝 现在倒好 便宜了这个小崽子 江川低下了头 他一直都知道 他在过节的时候 还会送节礼 因为有这样的转媳妇 父母还经常夸他 有眼光来着 可是 他还是把清如弄丢了 见他情绪低落 江母也不好再多说 只能感叹 命运弄人 人都是对比出来的 哪怕杜婉秋没结过婚 没生过孩子 江母还是看不上他 抛开家事不谈 杜婉秋出了心言子多 还有哪一点比得上清如 只要一想到明天 杜婉秋就要改口 叫自己一声妈 江母心里就憋屈得很 他肯定是上辈子造孽了 这辈子才会摊上 这么个儿媳妇 第三十章 习惯是个可怕的东西 许慕周去出任务了 几天没见着人 萧清如还有些不习惯 默默地盘算着 那人回来的日子 想许慕周了 他说回来了 请我吃饭 宋元给了他一个眼神 好像在说你就装吧 习惯真是个可怕的东西 萧清如择了一声 宋老师说话得严谨些 我和他认识不久 哪来的习惯 所以说 这就是缘分的奇妙之处 有些人相处一辈子 都不会记挂对方 而有些人 他只存在过一阵子 一旦离开 就会让人心心念念 萧清如几眉弄眼 这么有经验 看样子 你是想那位性情的同志了 别瞎说 我们八字还没一撇 这不像你的风格啊 你不是向来主张 遇到喜欢的人和物 都要主动出击吗 宋元的脸上 难得出现了愁容 他的家庭情况特殊 我爸妈是不会同意 我和他在一起的 而且我也怕牵连到家里人 不用明说 萧清如也懂他话里的意思 就先这么着呗 反正我们又没谈对象 说不定哪天我喜欢上别人了 就不用纠结这个问题了 萧清如不知道怎么安慰宋元 只能静静地陪着他 其实我也想勇敢一次 但只要想到勇敢的代价 可能会牵连到自己的家人 我就不敢胡来了 他追求自己的爱情是没错 但不能拿别人垫背啊 要是把家人牵连进去 这辈子他都不会原谅自己 算了 不想这些事情了 反正爱情又不是生活的必需品 珍惜眼前拥有的一切 才是正理 宋元虽然在笑 但萧清如却看到了 他眼里掩藏的悲伤 有些问题可以克服 有些问题却是永远 也无法跨越的鸿沟 对自己好点 凡事都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会轻松很多 宋元笑了笑 我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不会盲目地追求爱情 因为虚无缥缈的东西 失去现在的一切 我就算脑袋被门夹了 也做不出来 这个话题说多了 也是徒增烦恼 拍了拍萧清如的肩膀 走去吃席 今天是江川和杜婉秋办婚礼的日子 萧家和宋家都收到了邀请 不去 萧清如坐在书桌前 拿出一本书来看 宋元诧异 你之前不还说等着吃席吗 看到讨厌的人会倒胃口 再说了我去了 除了被人当猴看 还能得到什么 可以隔应杜婉秋 隔应了他还是改变不了 我会被人当猴看的事实 萧清如表情很平静 宋元不由地问 你真的不喜欢江川了 一点都不喜欢了 如果你是我 你还会喜欢他吗 老娘不打他一顿都算好的了 还喜欢个屁 萧清如抬了抬下巴 所以我为什么还要喜欢他 好了伤疤忘了疼 一个坑里掉两次 那是傻子才做的事情 萧清如原本以为 从心底拔出一个人的存在 是很难的事 可真正经历过以后 他才知道有些感情 真的会一瞬间就消失殆尽了 萧清如不想成为 别人嘴里的谈资 多看一眼江川和杜婉秋 对眼睛都是一种折磨 你要是没去 说不定人家会以为 你躲家里伤心啊 管他们说什么 宋元愣正片刻 随后竖了数大拇指 萧同志 觉悟挺高啊 生活是自己的 只要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日子就会轻松很多 萧清如说道 你要是去吃习 现在就还来得及 你不去 我也不去 不吃白不吃 说得对 我倒要看看他们的婚礼 能办出什么话来 宋元风风火火的走了 萧清如无奈的摇头 推开窗户 宋老师 克制一下情绪 放心 我只是去看戏 不会砸场子 家里只剩萧清如一人 思绪不由的飘远 等许慕舟执行完任务 春节也要到了 今年她会留在西北过年吗 第31章 结婚风波 一个人在家吃饭 萧清如懒的折腾花样 把早上的馒头热了热 就着咸菜一起吃 饭还没吃完 去吃习的萧父萧母回来了 萧母原本是不想去吃习的 但萧父说 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 关系闹僵了 会被人看笑话 于是别别扭扭的去了 没想到回来的时候 却是满脸笑容 一看就心情很好的样子 妈 遇到什么好事了 萧母迫不及待的说 杜安秋她婆婆来了 杜安秋死活不跟她走 两人拉拉扯扯都快打起来了 场面那叫一个难看忧 萧清如问 她婆婆怎么会来 按照杜安秋的脾气 应该恨不得和老家的人 撇清关系才是 不可能主动把婆婆接来 江川打电话让人来的 说杜安秋原本是人家的儿媳妇 现在他们要结婚 也该知会那边的人一声 乍一听 这个流程没问题 给足了别人尊重 奈何除了当事人 就没一个人祝福他们的婚姻 杜安秋的婆婆 原本还指望她养老 这会儿人跑了 再也指望不上了 这不得闹个天翻地覆 萧清如沉默了 一时之间有些怀疑 江川是不是缺根筋 才会看不出来 杜安秋的真实想法 而且事先肯定也没打过招呼 不然杜安秋的婆婆 不会出现在这里 突然有些遗憾 刚才她也应该去吃习的 那人又哭又闹 说江家抢了他们的儿媳妇 还抢了他们的大孙子 还要让江家人赔钱呢 场面多提多看了 我们回来的时候 杜安秋还在那哭呢 萧母心里一阵畅快 让他们作孽 现在报应来了吧 今天的事才是真的丢脸 江川的领导们都在呢 还不知道 过后会不会给她寄处分 萧清如一边听母亲 说婚礼上的事 一边啃馒头 她不想幸灾乐祸的 但就是控制不住 想起上次见面杜安秋 得意洋洋的样子 忍不住笑出声 这次的事 没那么容易解决 不管杜安秋何去何从 大出血是少不了的 还有江川 说不定也会被人咬下一块肉 萧府摇了摇头 你们娘俩的笑声 能不能小点 被人听了去多尴尬 咋 他们家日子不好过 我们家也得跟着愁眉苦脸 不能笑了 你明知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萧府深安 打不过就躲的道理 我还有事 先去书房了 萧母称了丈夫的背影一眼 对着女儿抱怨 你爸就是爱面子 老是顾及着 他和江川他爸的交情 妈 您不就喜欢 我爸重情重义这一点吗 那也不耽误我埋怨他 人生在世 总是有这样 或者那样的不得已 萧清如体谅父亲的难处 身居要直 有颗宽容星座时才会大气 要是把情绪都写在脸上 表现在行动里 那父亲的工作 可能就要受影响了 而是 如果父亲真的在乎面子 当初不会帮他退婚 有些事情 只要结果是好的 过程如何 不用太在乎 第32章 花钱消灾 杜婉秋的婆婆 要带他和孩子回老家 但他已经和江川办了婚礼 已经是夫妻 怎么可能会乖乖照做 趁着江夫让他们去吃饭 吃了饭 两家人再坐下来 好好谈的见系 找到了江川 哭着问他 你明知道我不想见到他 为什么还要把人找来 不管对方为人怎么样 我和你结婚 都应该告知他们一声 那你为什么不和我说这事 江川见杜婉秋一直哭 也知道这事 是他欠缺考虑了 我知道你不想和他们联系 但结婚不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无论如何 都要让他们知道事情的 我也没想到 事情会闹成这样 原本只是想要个 皆大欢喜的结局 以后你也不至于 在老家那边的人面前 抬不起头 杜婉秋体会到了 萧青如曾经的感觉 这人做事真的只凭心意 只追求所谓的问心无愧 一点都不考虑 另一半的想法 想到在婚礼上丢的脸 杜婉秋这次是真的哭得伤心了 以后他还有脸出去见人吗 现在要怎么办 他们让我回老家 你是不是不要我和孩子了 你别多想 刚才婚礼上你没表态 我怎么能不多想 以前的杜婉秋是倔强的 哪怕是哭的时候 也会让人感受到 他的身不由己 但此时的杜婉秋 却让江川觉得喘不过气来 他不喜欢看到别人的眼泪 会让他觉得自己 做了天理难容的事情 江川不说话 沉默地让杜婉秋心惊 只能自顾自地说道 老家那边的人是什么样 你今天也看到了 你真的 不管我和孩子了 要让我们回老家吗 那些人一看就是不讲理的主 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日子肯定不好过 江川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 我不会让你们回老家 你放心就好 没必要一直哭 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杜婉秋一噎 这是嫌他烦了 见识过那些人的厉害 如果再把他们孤儿寡母送回去 江川会良心不安 人是我招来的 我会负责解决 杜婉秋心里放松了不少 那爸妈那边怎么办 如果他们让我回老家 你能拦得住吗 你现在已经是江家的媳妇 哪有让你回老家的道理 我爸妈不是不讲理的人 杜婉秋破涕为笑 对 我们是办了婚礼的 已经是夫妻了 心里无比厚怕 幸好老家那边的人来得晚 要是他们提前一天到 婚礼肯定黄了 杜婉秋不由得意地想 自己天生就是命好 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 遇到的都是有本事的男人 因为他们 他才有机会逃离那种穷地方 见识外面的世界 他的运气这么好 以后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过 这件小事打倒不了他 看着杜婉秋头发凌乱的样子 江川不合时宜地想起了 他和老婆婆打架的模样 如果以后 他们江家有了婆媳矛盾 他是不是也会那样对他的母亲 复杂地看了眼杜婉秋 你先收拾一下自己 待会儿还有的忙 杜婉秋眼里闪过一丝怨毒 如果那些人非要破坏他的好日子 那他就 就死在他们面前 让所有人都陪着他下地狱 江家两位长辈 好吃好喝的招待了张家人 吃饱喝足 看着江家人住着宽敞的大房子 张家人恨死杜婉秋了 原来这么长时间不回家 是攀上高知了呀 也不知道他哪来的本事 不就是个乡下的土妞吗 怎么会攀上这样的人家 我大孙子呢 从他出生到现在我还没见过 快报过来给我看看 张家的孩子 没道理不让人家看 江母自作主张 去把孩子 报给了杜婉秋的婆婆 真不愧是我们老张家的种 和他爹小时候 长得一模一样 虽然不喜欢杜婉秋这个儿媳妇 但对于儿子唯一的血脉 张婆婆还是有点喜欢的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嫌弃 这个孩子我要带回老家 不行 我不同意 江川带着杜婉秋走进客厅 两人都收拾了一番 没有了刚才的狼狈 你凭什么不让我们带走 这是老张家的孩子 不是你们江家的 江川坚决不让步 要是没有这个姨父子 当初他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 帮助杜婉秋 留在这里 他会有更好的生活条件 带回老家 我们也养得活他 等长到四五岁就可以去打猪草赚公分了 也就是这几年需要养着他 等到十多岁可以拿十个公分的时候 自己的日子就好过了 养这个娃 不亏 腰板挺直 声音拔高 杜婉秋我们可以不要 但这个孩子我们必须带走 不然这是没完 江母也劝儿子 要不就跑他们带走吧 毕竟是人老张家的孩子 妈 我现在已经和婉秋结婚 那他就是我的儿子 也是咱们江家的一份子 我就说你们想想孩子 好啊 你终于亲口承认了 张婆婆搭拉着眼皮 鄙夷的看着江川 你是自己生不出来儿子吗 不然怎么非要抢别人呢 江母快要被这家人的粗鄙气死了 这都是什么事 强忍着脾气说道 帮你们老张家养孩子 还是我们亏了呢 你们什么都不用管 怎么还说话这么难听 张婆婆哼了一声 我们就愿意自己管 不用你们做好事 江川是不同意他们 把孩子带走的 孩子的娘还在 抚养孩子的责任 轮不到你们头上 那就问杜婉秋 她愿不愿意带脱油瓶 如果江家人不在 杜婉秋早就把这个烫手山芋 扔给张家人了 没有这个孩子 她在江家的处境 也不至于那么尴尬 以后再和江川 生两个江家的孩子 过去的事情 就可以彻底翻篇了 但现在 她还需要这个孩子 留住江川 杜婉秋心里很清楚 如果她让孩子回老家 江川会让她跟着一起回去 我不会和孩子分开 声音铿锵有力 坚定不移 张婆婆催了一声 杜婉秋是什么德行她 还能不知道 这人真会装 反正这个孩子 我必须带走 你们谁敢拦着 我就去告你们 又看了眼大房子 还有屁股下坐着的 软软的椅子 到时候 你们还能过好日子吗 别说 这一招真的威胁到了江家人 江父好不容易 拼到现在的位置 可不想因为莫名其妙的人 把自己的事业都毁了 严肃地看着张家人 这个孩子留下 杜婉秋手里的钱给你们 张婆婆疑惑 啥钱 抚恤金 张婆婆原本以为 自家儿子可能犯了错误 所以才会一直没收到钱 原来是被杜婉秋拿了 好啊 难怪我当初 怎么都联系不上他 感情他打的是这个主意 那是我儿子拿命换的钱 你还给我 杜婉秋心都在滴血 整整两千块钱 这是多少人 一辈子都赚不到的 现在居然要给张家人 真的好不甘心啊 看出了他的犹豫 江父说道 要么让他们把孩子带回去 要么你把钱给他们 孩子留下 这个决定 张婆婆不满意 叫肖道 钱和孩子 都是我儿子的 凭什么 我只能带走一样 杜婉秋是他的配偶 抚恤金拿一半 也是应该的 至于孩子 父亲不在了 当然是跟着母亲 这一点无庸置疑 张婆婆像是被捏住脖子的鸭子 只能虎脚蛮缠 我不管 杜婉秋必须要把钱全部给我 还有你们江家也得给一笔钱 不然 我是不会把孩子给你们的 反正我们张家什么都没有 事情闹大了 只会影响你们江家人的前途 你们都不是傻子 应该知道怎么选 什么叫光脚的 不怕穿鞋的 江母这次是见识到了 心里对杜婉秋的怨恨逐渐加深 这可真是扫把心 刚进门就给他们招惹麻烦 他最在乎的就是 丈夫和儿子的前途 要是被这些人毁了 不得亏大了 又见儿子坚持要把小宅子留下 江母瞬间做出了决定 还是花钱消灾吧 在所有人还没表态的时候 江母说道 杜婉秋手里的钱全给你们 我们将家再给两百块钱 就当是给杜婉秋的财力 如果你们不同意 那就去告吧 张婆婆眼珠子一转 养孩子要花好几年 还是拿钱更实在 他们全家人下地干活 都没攒到两百块钱 再加上抚恤金 行 我们拿钱 杜婉秋和孩子我们都不要了 杜婉秋浑身都在颤抖 那些钱是他的丈夫 留给他和孩子的 凭什么这些人一句话 就把他的东西夺走 江父意味深长地 看了眼杜婉秋 如果你不愿意 那就自己解决问题 正好你们还没领证 他还能怎么选 难道要为了张家人 得罪现在的婆家吗 用力地掐了掐手心 爸 妈 我听你们的安排 杜婉秋安慰自己 江家以后的家产 都是江川的 那也就是他杜婉秋的 留在江家 才是最好的选择 既然你们都没有意见 那就把抚恤金给张家人 我们再出两百块 张婆婆这时候才反应过来 忙问 抚恤金有多少 两千 张婆婆差点没晕过去 她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的钱 看着张家人脸上刺眼的笑容 江川为自己的兄弟感到不值 这样的家人 她之前还惦记着 过年给他们寄钱 也好 这次算是划清界限了 以后她会代替兄弟 好好地养大她的孩子 第三十三章 介绍对象 萧青如第二天下班回家 老远就见江母 送了几个人出门 杜婉秋跟在身后 低眉顺眼 俨然是个听话懂事的小媳妇 和在她面前耀武扬威的样子 判若两人 几人迎面遇上 江母有些不好意思 自从儿子和杜婉秋搅和在一起 她一遇上萧青如 就会不自觉的心虚 这次 他们江家丢了这么大的脸 以后在萧家人面前 更抬不起头了 努力让自己表现得自然一些 笑着打招呼 青如 下巴了呀 萧青如点头 没打算和他们闲聊 正准备走呢 却被张婆婆拉住了手腕 萧青如不喜欢和别人有肢体接触 瞬间收回手 有事 表情很淡漠 熟悉她的人都知道 这是她心情不好的表现 张婆婆不知道 只以为这女娃看不起乡下人 才不愿意被她拉手 在心里哼了一声 她现在也是有钱人了 身上有好几千块钱了 有钱就有底气 张婆婆笑着说道 这女娃长得真标志 谈对象了没 我娘家侄子 在生产队当小队长 要是没谈对象的话 我介绍你们认识 萧青如 姜姆骚的脸都红了 青如是文工团的舞蹈演员 大把的男同志喜欢她呢 不愁找不着对象 张婆婆眼里流露出鄙夷 跳舞的呀 和以前的戏子 也没什么区别嘛 杜婉秋也觉得丢人 您不知道就别瞎说 人家这是正经工作 多少人挤破脑袋也进不去 那也比不上生产队的小队长风光 我也是看着女娃长的标志水灵 才想把这种好姻缘介绍给她 萧青如都要听笑了 您家侄儿这么有出息 一般人配不上 张婆婆神气极了 得意的扬着下巴 那是当然 不过你有工作配她 还是勉勉强强的 这会儿地上要是有个洞 姜姆真想钻进去 这人哪来的脸啊 居然在青如面前耍微风 出门忘记带脑子了吧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赶紧走吧 不然赶不上晚上的火车了 急什么 赶不上就明天再回 又不是住不起招待所 张婆婆见萧青如是真的漂亮 想着要是把她介绍给侄子 自己肯定能赚一笔介绍费 这女娃长得这么漂亮 侄子一高兴 给自己几十块钱 也不是不可能 张婆婆兴奋极了 这一趟来的真侄 到处都是赚钱的门道 小姑娘 我跟你说啊 虽然有工作是好事 但咱们做女人的最重要的 还是嫁个好男人 沈子给你介绍的 是十里八乡最好的小伙子 不信你跟沈子回家 亲自去看看 保准让你满意 大娘 您这是拐卖人口吗 穿着制服的高大男人 缓缓走来 肖清如回头 嘴角无意识地弯了弯 许慕周脸上挂着笑 却让人心里直打鼓 张婆婆不由地退开几步 离肖清如远了些 善善地笑道 同志你误会了 我在给这个女娃介绍对象呢 不是什么拐卖人口 哪怕不怎么出门 张婆婆也知道 拐卖人口是重罪 这口锅她可不背 许慕周似笑非笑 您刚才的话都听到了 这套说辞和人贩子很像啊 我合理怀疑您 是想把肖同志 骗去计较嘎拉 看着很不好惹的样子 张婆婆立马就慌了 你胡说 我真的只是给她介绍对象 最多 最多就是赚点介绍费 介绍费 别人给找了媳妇 都要意思一下的 这是我们那儿的风俗 真是越说越离谱了 姜母连忙跟他们解释 乡下来的不懂事 让你们见笑了 清如 有空来家里玩啊 我们先走了 说完 是一度晚秋 拉着张婆婆离开 你别拉我 我自己走 什么叫乡下来的不懂事 你看不起乡下人吗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江家以前也是住在乡下 你不过是嫁了个有出息的男人而已 凭什么看不起我们 还有刚才那女娃 我给她介绍的 可是生产队的小队长啊 她自己找 能找到条件这么好的对象吗 真是好心当作驴肝费 张婆婆说话的嗓门很大 住在附近的人家 不由得出来看热闹 那些眼神带着嘲讽 比喻 没有人同情他们的遭遇 姜母和杜婉秋 不约而同地低下了头 要是可以的话 真想把某些人的嘴给堵上 张婆婆不明所以 还在喋喋不休地抱怨 忍无可忍 姜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你知道清儒是谁吗 她父亲是这里的司令 张婆婆立马噤声 真没看出来啊 小丫头骗子的爹居然这么厉害 心虚的同时又忍不住抱怨 谁让你们不早说 我哪知道她的背景这么厉害 刚才她应该没说不该说的话吧 一脸后趴地拍了拍胸口 难怪那女娃连生产队的队长都看不上 原来是家庭条件最拔尖啊 话说回来 我刚才还拉了她的手来 回去说给别人听 那些人不得羡慕死我 杜婉秋咬了咬牙 不过是和萧青如拉了一下手而已 有必要乐成这样吗 真是没见过世面 快走吧 真是丢人死了 希望这辈子都不要再见面了 此时此刻 杜婉秋和姜母的想法不谋而合 只要能把张家人赶紧送走 他们愿意付出一切代价 第34章 家庭情况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上午处理完事情就到这个点了 萧青如性谋微弯 这次来又是找我哥 许慕周低笑一声 是来找你的 萧同志 我能去家里蹭个饭吗 去出任务之前 许慕周给家里送来了两条鱼 萧母那个时候就说了 等她回来 要给她做饭吃 萧青如这会儿才明白 这人真是步步算计 走一步看十步 早就已经打算好任务结束 来她家蹭饭了 甲壳一声 你没提前说 我妈应该没准备你的饭 嗯 我中午给家里打电话了 家里两个自诩慕周说的太自然 萧青如也不知道 是不是自己心态的问题 才会听出了一丝轻腻的味道 你要是不想我去 那我去通讯室 给伯母打个电话 就说我还有事 萧青如翻了个白眼 徐慕周 你真是个做做的男人 说完 快步往家里走 徐慕周追了上去 刚才忘记说了 青如 这几天我很想你 蹭饭的目的 也是来见你 一抹红侠 飞上了萧青如的面旁 不敢去看徐慕周的眼睛 低着头加快脚步 愉悦的笑声从嘴角一出 看样子喜欢的姑娘 已经开始对她另眼相待了 徐慕周妈撒了一下手指 做人确实应该坦诚一些 如果她一直扭扭泥泥 不把真实的想法告诉青如 他们之间的进展 不可能这么快 不远不近地跟在萧青如身后 和她一起回了家 这个举动像是一种信号 所有人心照不宣 默认着两人谈对象了 前脚看了江家的笑话 后脚看到徐慕周 跟着萧青如回家 两家人的对比太强烈 让人唏嘘不已 小许快坐 出任务辛苦了吧 我炖了一锅羊肉汤 今晚多吃点 伯母让您破费了 青如他爸就爱吃这个 听说你要来 特意交代我炖给你吃 都是自家人不用这么客气 话落 连忙补充 你和怀叔是好朋友 在伯母的眼里 你就是我的半个儿子 和自家人没什么区别 此地无银三百两 就是这个意思 萧青如拿着包 无奈地上楼去了 丈母娘看女婿 越看越满意 亲自给许慕周倒了一杯水 你先坐着哈 伯母去把馒头蒸上 一会儿就能吃了 我帮你 萧母原本是要拒绝的 但转念一想 他得提前替女儿考察一下 要是小许四体不情 五谷不分 那得好好交交 总不能以后 一直让闺女下厨吧 如果实在学不会 那就看他的态度 看他是有心无力 还是故意夺揽 如果是后者 哪怕这人再优秀 事业干得再红火 他都不同意 把女儿嫁给他 行 那你给伯母打下手 嗯 把大一放在沙发上 洗了手 就进厨房帮忙了 萧青如的房间 在厨房的斜上脚 窗子一开 就能听到厨房里的说话声 萧青 原来你还会做饭呢 真看不出来 手艺不错呀 我爸妈在厂里上班 中午基本不回家 我五岁的时候 就会自己做饭了 听说在厂里上班的人 都是住那种桶子楼 不一定 我家住四合院 你家有兄弟姐妹吗 我是独生子 我妈生我的时候难产 后来就没再了孩子 那可真是遭罪了 以后你们得好好孝顺父母 萧青如嘴角抽了抽 什么叫 你们 楼下的对话还在继续 萧母已经把许家的事情 都打听得差不多了 而萧青如站在窗边 也听了个一清二楚 她知道自己对许木舟产生好感了 说来也是惭愧 原来她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长情 第三十五章都是自家人 顾及到萧青如的心情 饭桌上两位长辈 就没盘问许木舟了 只把她当成普通的客人 萧许 今年过年你休假吗 休 有一个月假期呢 那你是不是要回京市 如果不回的话 可以来家里过年 虽然许木舟很想和萧青如一起过年 但家里的长辈 还等着她回去呢 今年没休过长假 她已经一年没回京市了 这次怎么着也得回去看看父母 遗憾的是 不能看新年慧眼了 听说那天轻如要表演独舞 一年到头就回家这么一次 过年肯定是要回去的 伯母 谢谢您的好意 也是 你平时都在这边 你爸妈肯定想你了 过年是该回去陪陪他们 年后回来再来家里做客啊 一定都是做父母的人 将心抵心 如果自家儿子为了追求女同志 过年都不回家 他们肯定会很伤心 萧夫萧母对许木舟更满意了 百善孝为先 如果她连自己的父母都不放在心上 那他们可不敢把女儿交给她 有了江川的前车之鉴 萧夫萧母对待闺女的婚事更慎重了 萧桓叔默默的不说话 再这么发展下去 距离她升级当大舅哥 真的不远了 吃了饭 许木舟就要离开 清如 送送小许 让我哥去吧 我训练都累死了 回家你还要使唤我 萧桓叔像是 粘在了椅子上 一动不动 许木舟一脸善解人意 您都说了 自家人不用客气 不用送我 萧母哭笑不得 走 一会儿才回来 见闺女已经把碗洗干净 又开始嫌弃儿子了 以后你和清如轮流洗碗 你就是太懒了 才会一直找不到媳妇 妈 弟是我嫂的 男人要勤快一些 什么活都干 这样才讨喜 看了眼座在主位上的父亲 我也没见 我爸干家务 萧福 这小子都敢管到他头上了 是不是皮痒 萧母笑道 你爸以前干的可不少 现在是因为工作忙 再加上你们已经长大了 可以分担家务了 才当甩手掌柜的 行吧 那以后别让清如洗碗了 萧母没好气的拍了下她的头 让你娶媳妇 怎么跟要命似的 你看看你的朋友们 都差不多成家立业了吧 萧怀叔想说 许慕周还没有 但一想到目前的情况 好像也不远了 以她对许慕周的了解 只要清如点头和她谈对象 那斯立马就能把结婚提上日程 妈 您是不是想抱孙子 你说呢 您指望 我还不如指望清如来的实际 萧青如立马反驳 哥 不幸转一炮火呀 她现在还年轻 不像那么早生孩子 萧怀叔笑道 你觉得许慕周怎么样 她年纪也不小了 跟我同岁 要不我把她介绍给你 这样 妈明年就能抱孙子了 萧青如 虽然她年纪大了点 但和你也就相差五岁 就像咱妈说的 年纪大的 还知道疼人 与其带着爷鱼 像是开了个玩笑 萧青如一时之间有些分不清 他哥到底知道 不知道许慕周和他的事 休难道 胡说什么呢 妈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 我只记得 妈嫌弃你话多 长了嘴 摸了摸下巴 一本正经道 是嫌弃许慕周吗 那我再想想 保准给你找个万里挑衣的 你不去当媒婆 真是可惜了 萧怀叔笑了起来 说到这个 我回家的路上 听了点小道消息 听说杜婉秋的前婆婆 要给你介绍对象 这话一出 萧母炸了 她算哪根葱 居然对我们家轻儒的事 指手画脚 我和你爸还在呢 用得着她介绍对象吗 要不要脸啊 萧青如连忙拉了拉母亲的手 别为了他们气坏身体 不值得 就是啊 更应该头疼的是江家人 现在江川和杜婉秋结婚了 和张家也是有 占亲戴故的关系了 这是他们活该 萧母骂了一句 取错女人毁三代 等着吧 他们家的福气在后头 萧青如想到 那些人离开的时候 没带孩子 看样子是拿了钱 不然也不会高高兴兴的离开 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想多了 萧青如总觉得 只要孩子还在 张家人随时都有可能反悔 然后借此来讹诈江家人 也不知道 他们有没有签协议之类的东西 萧青如经常听收音机 了解的事情很杂 知道很多事情 口头上的承诺 是做不得数的 这只能约束有道德 有底线的人 要是遇上了无耻之徒 那才是真的偷他 妈 我下个月有表演 您什么时候陪我去一趟市里呗 去买点东西 行啊 我都好久没去了 萧青如一句话 成功转移了萧母的注意力 第36章 写信吧 许牧周做事讲究快 准恨 察觉到萧青如态度的松动 于是趁热打铁 开始光明正大的追求他了 有时候是约萧青如去食堂吃饭 有时候则接送他上下班 偶尔还会弄点吃的 送来萧家 而这种时候 萧家的长辈都会留他在家吃饭 许牧周的所有空闲时间 基本都花在了萧青如身上 有人笑他傻 女同志还没点头跟他谈对象呢 怎么就开始给人家花钱了 要是最后没追到萧同志 钱不就打水漂了吗 别人的看法许牧周不在意 他用自己的方式追求着心爱的姑娘 虽然萧青如还没同意和他谈对象 但许牧周乐在其中 以前的他只能躲在暗处 偷偷爱慕萧青如 现在的他已经很幸福了 快乐的日子总是够得很快 一眨眼新年要到了 许牧周回家要坐两天火车 一休假就要出发回京市了 离开之前 他还是想见见萧青如 于是把人约了出来 四处打量了一下 这个地方很少有人来 萧青如有些紧张 他们这样 真的好像谈对象的小情侣 为了让他安心 许牧周特意和他隔了两米的距离 就算有人路过看到了他们 也不会闹幺蛾子 你什么时候走 明天早上萧青如清了清嗓子 需要我去送你吗 徐牧周眼睛亮了亮 你同意和我谈对象了 他什么时候说谈对象了 这人还真会打蛇随棍上 萧青如美好气道 我可没说这话 你别过度解读 摸了摸后脑勺 徐牧周笑道 我知道你的意思 那你说说我是什么意思 如果不打算跟他谈恋爱 青如不可能提出送他 徐牧周知道 他可能还没彻底下定决心 可能还在犹豫 这只能说明他表现的还不够好 不能让他彻底安心 这是他的问题 谈对象是要结婚的 犹豫也是人之常情 他可以给他时间 别着急下决定 我会一直等你 男人眼睛里满是温柔 像是能把人溺毙其中 可能是他的爱意太过沉重 萧青如总是不自觉地 回避徐牧周的视线 他知道自己对他有好感 或者说是有一点点喜欢 但离爱还很远 因为不能付出同等的感情 以至于对视的时候 都显得底气不足 徐牧周说会等他 萧青如就知道 他是真的懂他 他明白他的犹豫 也明白他的不安 嘴角一出一抹笑容 这种感觉真的很不错 你还没说 要不要我去送你 我不要你送 不过 这人说话卖关子 萧青如配合的追问 不过什么 我回来的时候 想要你接我 徐牧周休假一个月 归期未定 萧青如也不确定 到时候自己有没有时间 可 看情况吧 补充了一句 有空就去接你 行 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 萧青如怀疑地看着徐牧周 所以绕了这么一圈 你的目的该不会是打电话吧 徐牧周 他表现得这么明显吗 怎么被猜到了 厚着脸皮说道 我也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回来 那就 每天给你打一次电话吧 萧青如用看白家子的眼神 看着徐牧周 电话费很贵 没关系 我还有私房钱 这年头 很多人的工资 都是上交家里 萧青如不知道 徐牧周是不是也这样 写信吧 我的朋友都在西北 还没体验过收信的感觉 徐牧周心里涌起了隐秘的喜悦 这是不是意味着 这件事情 如指和他做过 好 我给你写信 第37章 丢人现眼 徐牧周回京市了 可能是前段时间一直待在一起 这次他的离开 让萧青如很不适应 想起他的次数越来越多 有一天晚上 那人甚至出现在了他的梦里 和许牧周的经历不一样 萧青如第一次见他是在家里 梦中的场景 和记忆里的如出一辙 除了没有江川 而他 也没有躲着许牧周 梦醒的时候 萧青如在想 如果当初他 没和江川在一起 现在又是什么样的场景 这个假设一出来 萧青如自己都觉得诧异 他以为他 从来不后悔情斗初开始的选择 用宋元的话来说 他这是灾了 他和许牧周的开始 因为江川的存在而夭折 正因为他喜欢上了许牧周 所以才会遗憾 才会后悔 过后想想 这话并非没有道理 他就是喜欢上许牧周了 想通这一点 萧青如突然很想念许牧周 希望他赶紧回来 这次他不会再躲避 不会再迟疑 除期这天晚上 萧青如第一次表演独舞 家里人都被邀请去看表演了 萧母比当事人还紧张 萧父的胳膊都快被掐亲了 萧如怎么还没出来 排在最后的都是最厉害的 慢慢等吧 是这样吗 我一直以为第一个出场才是好的 萧父嘴角弯了弯 什么也没说 等着吧 快了 后台有些混乱 舞蹈队长找到萧青如 青如 准备好了吗 该你上场了 好了好了 好好表现 会的 对着镜子整理好舞蹈服 萧青如深吸一口气 今天的表演不能有失误 不能辜负领导的信任 报幕员的声音铿锵有力 当听说接下来上台的人是萧青如时 气氛到达了顶点 这可是文工团最漂亮的女同志 听说舞蹈也是跳得最好的 今天可以大饱眼福了 沾了江副的光 杜婉秋也来看表演了 听着周围的喝彩声 心里的极度越来越浓 以至于舞观都有些扭曲了 文工团会跳舞的多的是 有必要这么捧着萧青如 看的也不过 是他父亲的面子罢了 再一看身边的江川 视线落在舞台上 就没一开过 萧青如出场的瞬间 江川的眼睛蹭得亮了起来 甚至跟着周围的人 一起鼓掌叫好 杜婉秋心里的委屈 表现在了脸上 周围的人都在笑 只有他苦着一张脸 别给我们家丢人 妈 我只是身体不舒服 没有别的意思 江母发了个白眼 早不舒服 晚不舒服 偏偏轻如表演的时候 闹腰蛾子 真当别人是傻子呢 有机会看清 如表演是你的福气 不要不知好歹 用力的掐了掐手心 才克制住反驳的冲动 心里暗骂你们 再怎么捧着肖青如 她也成不了江家的儿媳妇 肖家人也不会因此 就和江家恢复来往 没见肖青如的母亲 刚才都不搭理他们吗 摆着一张死人脸给谁看呢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们亏待了你 要是不愿意 看就赶紧走 我们可没求着你来 妈 我没有 看着杜婉秋眼眶里 打转的泪水 江母就心烦 没有什么 我可不是男人 不吃你那一套 你那点猫尿 还是收一收吧 你不怕丢人 我还怕呢 说话声被贺彩声和配乐声掩盖 但杜婉秋总觉得 附近的人都听到了 对上他们的眼神 觉得他们是在看好戏 笑话他 现场很热闹 杜婉秋却觉得浑身发冷 拉了拉江川的衣服 我想回去了 江川还没从肖青如的表演里 回过神 脑子里满是他柔软 而又轻盈的身姿 突然被杜婉秋拉回现实世界 眼里染上了怒意 不愿意看表演 那你刚才为什么要来 留在家里看孩子不好吗 省得还麻烦王嫂子 这是江川第一次 用不耐烦的语气 和杜婉秋说话 明明白白的 没有任何掩饰的告诉杜婉秋 他现在心情很不好 如果说江母的那番话 只是让杜婉秋觉得不舒服 觉得委屈 那么现在江川的厌烦 就是一把刀 直直的捅进杜婉秋的心里 以前的他不是这样的 控诉的看着江川 仿佛在看负心汉 这里还有这么多人 能不能别哭了 江川的话音刚落 杜婉秋的眼泪 猛的落了下来 他嫁给江川 是要过好日子的 不是当他们的出气筒 你想回就自己回去 江川连忙把视线移回舞台 可肖清如的舞蹈 只有三分钟 被杜婉秋这么一打岔 已经到了尾声 只来得及看到一个收尾的动作 随着肖清如在舞台上鞠躬致意 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哪怕故意不看肖清如的表演 杜婉秋也能从现场的气氛中 感受到他的表演有多成功 这一刻 所有人的眼里 只有肖清如 包括他的丈夫 江川 看了一眼舞台 灯光照在肖清如的身上 他那么的耀眼 哪怕隔着一段距离 杜婉秋也能看到对方嘴角的笑意 上扬的弧度仿佛在嘲讽他 得到了江川的人 却得不到江川的心 杜婉秋哭着提前退场 丝毫不顾及江家人的脸面 这段时间以为 表面上的和平被打破 江母气得手都在发抖 你看看 这就是你坚持要娶的人 这么小家子气 脸都被他丢干净了 谁娶了他 真是倒大霉了 亏我还想着 带他出来见世面 以后还是留在家里吧 少出来丢人现眼 难得的 江川没有反驳母亲 心里还在遗憾 刚才最精彩的部分 他没看到 几个月过去 清儒的本事比之前更强了 他天生就是属于舞台的 只要往那一站 就会光芒万丈 江川为肖清儒高兴的同时 又止不住的失落 如果他们没有分手 这会儿 他可以去后台 给清儒送礼物 可以是一本书 或者是一支笔 都能让清儒高兴很久 他本来就是很容易满足的人 可他现在已经没有资格了 第38章 拒绝相亲 除夕慧眼过后 肖清儒就放假了 大年初一不能赖床 大清早就起来练功了 清儒 你下来看看 不知道谁给你寄了东西 刚才有位小同志送来的 肖清儒的第一反应是许慕舟 可他回京市没几天 寄东西也没那么快送到 看了眼地址 是从市里寄来的 再一看寄见人的信息 还真是许慕舟 心脏突然不受控制的狂跳了起来 是被惊喜砸中的感觉 妈 我先上楼了 待会儿有事您在叫我 忙你的去吧 有人来拜年你在下楼 好 可能是小续给他送的 现在的小年轻真有意思 闺女高兴 肖母就高兴 离开了不值得的人 他们家清儒的感情和事业 都越来越好了 慧眼还得了奖呢 笑着进厨房 得给闺女炖点骨头汤 身体养得好 跳舞的时候 体力才跟得上 楼上房间里 肖清儒迫不及待地打开 包裹在外面的纸皮 里面赫然是两盘磁带 拿起来看了看 是刚出的新歌 原本还计划着 过了年去市区买 现在有人送到了他的手里 给许慕舟写信 从这里到京市 半个月应该能送到他手里了 感谢信写好了 发现自己不知道 许慕舟家的地址 只好把信扔进抽屉 不见天日 京市 许慕舟摸了魔法烫的耳朵 是不是轻如想他了 其实他也很想他 就连晚上做梦都是他 也不知道演出顺不顺利 收到他送的新年礼物了吗 也不知道他喜不喜欢 一年到头 许慕舟只回家一次 家里最操心的 就是他娶媳妇的问题 吃饭的时候 许慕问他 你今天有没有空 有需要我做什么 我们厂里留干事的女儿 年纪和你差不多 也在厂里上班 你抽个空去见见 要是合适的话 就把事情办了 以后让那姑娘去随军 有个人照顾你 我和你爸也能放心 不见 嗨 你小子 每年回来都要给我整这出 你自己不找对象 也不去相亲 什么时候 才能解决终身大事 谁说我不找对象了 别跟我说还年轻 许慕猛地停住话头 和丈夫对视一眼 他刚才说什么 好像是说 谁说我不找对象了 这个答案和前两年的大不相同 两口子不约而同地盯着许慕舟 你谈对象了 还没 夫妻二人的脸上 是如出一辙的失望 果然 不该对他抱有太大的期望 不过 我有喜欢的女同志了 许慕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 你开窍了 会喜欢女同志了 许慕舟一脑门黑线 她是个正常人 遇到想要的人了 当然会心动 当然会喜欢 你跟妈说说那姑娘的情况 过了年我和你爸请个长假 陪你去提亲 许慕点头 都说成家立业 把你的人生大事解决了 我和你妈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谁给你们发的任务 许慕 许慕 这个问题 他们也没想过 臭小子磨蹭什么呢 还不赶紧给我说 许慕舟以为自己就够急性子了 没想到父母比他更着急 挺直腰板 清了清嗓子 严肃地说 他叫肖清如 是文工团的舞蹈演员 小 难道是你那个朋友的亲戚 就是上次来京市 还来咱们家吃饭那个小伙子 嗯 是他妹妹 许慕沉音片刻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他们家庭条件不一般 经过这么一提醒 许慕也想起来了 人家家里是当官的 原本雀跃的心冷静了下来 我和你爸虽然在场子里上班 但和那样的人家结亲 我们家高攀不上啊 不是他们看不起自己 而是结婚 历来讲究门当户对 肖家的家事太显赫 他们许家事 真的配不上 许慕舟表情没有变 他知道自己的家庭条件 比不上清如 所以他会拼尽全力对他好 还会努力上进 给他拼一个前程回来 这辈子 他要对清如好一点 再好一点 爸 妈 我们飞行员晋升空间大 机会也多 以后不会委屈了清如 你们别担心 许慕撑了紫一眼 你说了没用 得人家觉得你有能力 不会让人家的闺女受委屈才有用 肖家人很好 清如也很好 听他这么说 许父和许慕知道再劝也没有用了 除了全力支持他 还能怎么着 总不能看着儿子打光棍吧 他们二人都有工作 这几十年攒下了一笔钱 在京市有一座宽敞的四合院 如果这门清是真成了 亲家来家里做客 也不至于显得太寒承 人家姑娘喜欢你吗 喜欢 许慕舟笑得有些憨 许慕觉得没眼看 那人家怎么没和你谈对象 他还要再考虑一下 应该的 这要是放在以前 他这算是下架 慎重一些 也是人之常情 等你们的试定下来了 你就给我们打电话 我和你爸爸彩礼准备好 许慕叙叨叨 别人有的东西 咱们也要有 三转一响之外 咱们再给两千块钱彩礼 毕竟萧同志和别人不一样 许慕舟点头 到时候 我把今天给您 我们不要你的钱 你爸现在每个月工资38块 我的25块 一年到头 怎么着也能攒500块钱 这笔彩礼 我们还是拿得出来的 许慕舟调侃道 您之前不是说 我的今天自己攒着 以后用来娶媳妇吗 要是把今天用完了 以后你怎么养家 总不能让你媳妇养你吧 他们就这么一个儿子 反正家里的一切 最后都是他的 没必要计较那么多 最重要的是 拿出诚意 让肖家的长辈 放放兴兴的 把闺女嫁给他们家儿子 一顿饭的时间 许家人已经从彩礼 聊到了结婚的细节 到时候 你们在哪里办婚礼 在西北吧 到时候你们也去 看看我工作的地方 也行 肖家的情况特殊 咱们还是低调一些 等下次你带新媳妇回家 咱们再给左右邻居送点吃的 热闹热闹 嗯 听明白的 第39章 礼物 许慕舟是胡同礼醉 有出息的小伙子 听说他回家过年 附近的人家 也打起了小算盘 要是把闺女嫁进许家 不就能继承那两口子的工作了吗 现在的工作 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许慕舟用不上 给亲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除了工作 他们家的院子也挺大的 以后小两口都在西北 许家两口子住不完 或者去西北养老 四合院怎么处理 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许慕舟本人也厉害 听说是开飞机的 把闺女嫁给他 得多有面子啊 于是 从大年初一开始 每天都有很多人来家里串门 许慕都怀疑 自家门槛 是不是要被踩烂了 你们家小周呢 怎么没见着人 哦 出去寄信了 休假还这么忙 年轻人嘛 给喜欢的姑娘写信呢 每天写一封 道点就去寄 我看她上学的时候 都没这么认真 啊 小周都谈对象了 之前怎么没听说 也是最近的事 之前人家姑娘不愿跟她谈 邻居心里嘀咕开了 这姑娘的眼光的多高啊 居然看不上许慕舟 要知道 许家就是块肥肉 而是许慕舟长得人高马大 那张脸还不是一般的剧 居然还有人看不上她 那现在人家 愿意跟她谈了 八九不离十吧 看样子 明年能喝你们家的喜酒了 见你吉言 许慕的这番话一传出去 所有人都知道 许慕舟有喜欢的人了 算盘落空 之后的几天来 家里的人都少了大半 假期接近尾声的时候 许慕舟回西北之前 去了一趟友谊商店 听说今世有些人谈对象 都是给女孩子送巧克力 于是特意花高价 跟别人换了侨慧卷 给萧轻如 买了一盒国外来的巧克力 宝贝式的揣怀礼 也不知道 轻如会不会喜欢 除此之外 还买了三只烤鸭 一只留家里 另外两只带给萧家人吃 这个季节天气冷 放两天没问题 你回京市一趟 就给人带这点东西 许慕一脸复杂 他家儿子 怎么会这么抠门 就两只烤鸭 也好意思拿出手 理发车还有两个小时 让你爸再去买两只烤鸭 还有咱们京市的高点也带一些 骑自行车快得很 应该来得及 我真是老糊涂了 那等你们定下来了 妈给你们寄精式特产 嗯 你们回去吧 分别总是伤感的 来火车站的路上 许慕还笑着打去儿子 让他快回西北 把他的儿媳妇拿下 可这会儿 却绷不住情绪了 鼻子发酸 眼泪如湿了眼角 哭什么 这小子要是争点气 过几天 咱们不就去西北接儿媳妇了吗 这是好事 许慕擦了擦眼角 你说的对 儿子 我们在家等你的好消息 许慕周挥了挥手 什么都没说 一切静在不言中 等许慕周的背影消失 许慕又一次落泪 就连许慕这个大男人 都有些伤感 孩子小的时候 为了生计 他们不得不早出晚归 那个时候 儿子就坐在家门口 等他们回来 这会儿孩子长大了 变成他们等儿子 回家了 站了许久 回家吧 嗯 回吧 到家以后 许慕去收拾许慕周 短暂住过的房间 连被什么的都要收起来 时不时拿出来晒晒 明年回家 还能接着用 刚把铺盖卷卷起来 发现底下有一大大团结 数了数 正好是两千块钱 这不就是他们说的彩礼数额吗 他留了这么多钱 口袋不得掏空了 飞行员津贴和别人不一样 两千块钱相当于他半年的津贴 他给你 你就收着 行吧 等他结婚的时候 我就把这钱给儿媳妇 两千块钱可是巨款 平时他们还要上班 又不能带着去厂子里 还是存在银行比较安全 于是 许慕又出了一趟门 把钱存好 这才放心 第四十章 火车站接人 你这是要去哪 打扮得这么隆重 是脸 许慕舟的假期应该要结束了 难道是今天回来 肖怀叔看破不说破 你穿裙子还能骑自行车吗 肖青如给了他一个眼刀子 要你管 行行行 是我多管闲事了 原本我还想着开车送你 我就爱骑自行车 不用你送 肖父和肖母对视一眼 两人眼里都是笑意 看样子是好事将近了 自从了解过许慕舟的家庭情况 肖父打消了最后一丝顾虑 许家人头简单 而是两个年轻人结婚以后 还是留在西北 不用担心闺女 在别人家受欺负 至于别的事情 想那么多也没用 还是顺其自然吧 吃了早饭 肖青如就骑着自行车出门了 杜婉秋也去市里 半路上自行车掉链子了 正着急呢 看到了肖青如 扭扭捏捏地招了招手 肖同志 你也去市里啊 哎 你等等 我的自行车坏了 你能不能帮帮忙 把我把车再去市里 我给你钱 肖青如当坐耳旁风 从杜婉秋眼前经过 一次都没回头 也没留下直言片语 杜婉秋只能尝试着自己修车 折腾出一身汗 也没把问题解决 不管是去市里 还是返回家属院 距离都很远 自行车很重 扛又扛不动 又不能当废铜烂铁丢在路边 到底应该怎么办 狠狠地踹了一脚自行车 把见死不救的肖青如 咒骂了个狗血淋头 江川不是说他心地善良吗 真应该让他看看 肖青如现在的嘴脸 不帮忙也就算了 居然还无视他 眼睛长在了头顶 一点礼貌都没有 打扮得跟个妖精似的 也不知道他去干啥 骂也骂过了 还是改变不了现状 只能苦哈哈地 推着自行车往回走 要是路上 遇到回家属院的车就好了 还能搭个顺风车 徐木舟是中午到达的火车站 一出来 就看到了心心念念的女孩 她翘生生地站在那 看到她的时候 还对着她挥手 肖青如是跳舞的 身材高挑 气质好 长得又漂亮 很难不让人第一眼注意到 徐木舟的心象 是被人强行塞了一把糖 舔到她头脑发晕 走路都是飘的 青如真的来接她了 盯着肖青如看了好几秒 直到她的脸上泛起薄红 徐木舟这才回过神来 送给你的 一盒带着体温的巧克力 被塞进了怀里 肖青如先是挣了挣 随后在心里 暗骂了一句傻子 巧克力肯定化了 我也不知道 你们女孩子喜欢什么 就随手买了这个 肖青如不是不识货 这种国外来的东西 除了有一商店 别的地方都买不着 侨慧卷不好弄 徐木舟是花费了力气的 谢谢 我很喜欢 喜欢就好 等这盒吃完了 我再给你买新的 这个吃多了会胖 你别害我丢饭碗 徐木舟没考虑那么多 那我下次给你买别的 嗯 肖青如曾经说过 没有确定关系的时候 他不会花他的钱 但这会儿他点头了 没有反驳他的话 徐木舟心都快跳出来了 带着肖青如走到人少的地方 郑重地问 谈对象吗 肖青如想过 接受徐木舟表白的场景 但没想到 地点居然是在嘈杂的火车站 就不能换个地方再说 抱歉 我等不及了